我今天還算蠻踴躍的 大家禮拜五的晚上 大家願意來這邊 然後參加我們哲學星期五跟反破千人線一起 舉辦的這樣一場 戰地圍網問號 台灣與國際非駐軍 非正規駐軍案例的一個討論 我們今天在場也其實也收集到了 大概快五個相關的案例的當事人在現場 在請兩位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哲學星期五用穆哲這邊的場地 非常感謝穆哲 如果大家有飲食方面的需求的話 也都可以跟上面點一下 我們沒有強制消費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首先要講一個冷笑話 是一個哲學界冷笑話 我想說跟哲學星期五有點關係 我自己也是念哲學的 跟這個議題可能勉強也有點關係吧 實際上就是有一對伴侶 我們稱甲跟乙 那甲跟乙呢 有一天就是乙出門了 只有甲一個人在家 那乙回來 就是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乙回來之後呢 看到甲神色慌張 就問說甲怎麼了 然後甲就知無其辭 不敢直說 然後那個乙就很很疑惑 就開始翻箱倒櫃 到處看有什麼蛛絲馬跡 然後甲慌慌張張的也講不出個隨人來 結果呢不巧乙就開了衣櫃的門 然後發現隔壁鄰居 丙躲在那個衣櫃裡面 然後這個乙呢就問丙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然後丙他的回答 非常有哲學意義 他說 人總是要在某個地方吧 對 這是一個 被認為是一個存在主義的笑話 就是人總是要在某個地方吧 那我覺得如果把這件事情 就是人總是要在某個地方把它放大來看 或是把它從人的基本權利 跟基本需求來看的話 那或許我們可以想一下 居住人所生活 生存跟使用的空間 它是不是其實是每個人都 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的一個必須的一個基本的權利 跟基本的需求 那如果它是一個基本權 跟基本需求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人沒有所有權 也就是說 譬如說他可能不夠有錢 或者說他運氣不夠好 或者是說他 可能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或者是他因為各種因素 他沒有辦法 對一塊土地 對一個空間 擁有所有權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 還能夠在這邊 有居住的權利 他是不是還是能夠在這邊生活 還是說他就只能被迫的 不斷的流浪 或者是說他被迫 只能漂浮在空中 然後沒有辦法腳踏實地的生活 對 這是我講的一個哲學人消化 完全都沒有人消 對 那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作為一個引言 那我們也 剛聽了大家的自我介紹 其實也知道就是說現在 不是只有現在 事實上從以前一直以來 這十幾二十年 應該說隨著台灣的發展 破遷跟居住問題不斷地在發生 那不管是哪個政府執政 也一直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跟困境 那在其中呢 恐怕有一些類型 它是最困難的 譬如說他對土地 他對空間本身沒有所有權 那這些沒有所有權的 我們有的時候 然後一般會稱之為 所謂的違建 或者是 暫屋 暫居 別人的空間的人 所謂暫居者 有些媒體比較誇張的說法 就會說他們是 是戰地為王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為王的 或者是說 反過來說 那個戰地真的是一種 就是 無端的侵害跟剝奪 其他人 或者甚至是國家的利益 的一種行為嗎 還是說他其實有他 根本的需求 跟他歷史的成因 歷史的背景在 那我們 也可以看到 其實 台灣在簽訂兩公約之後 好像是 對各種基本權利 有一些保障 那在居住權這一塊 那這方面的保障 它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呢 那在世界各國 是不是也有類似的 非正規 所謂非正規住居的情形 那他們又是怎麼樣來應對 這個狀況 他們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規範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 就請到了 楊一進跟周一修 他們來 來跟我們分享 討論 那每一位先半個小時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 還會有一些討論時間 原則讓哲午可以一直到 就是晚上滿晚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有充分時間討論 那 一進要先嗎 好 那我們先請一進 有有有 喂 不好意思 大家需要轉90度嗎 不然大家脖子都拍 好 因為一進有投影片 所以可能可以請大家 如果需要的話 就是稍微 挪一下自己的椅子 對 大家可以 比較方便看到 對啊 可能譬如說轉個45度 這樣也可以看到 一進也可以看到投影幕 這樣 對 好 好 好 那 就是 因為 就是我們 我們兩個有點分工啦 就是我可能就比較講 就是那個 歷史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基本的概念 然後 等一下就是關於法律的部分 因為剛剛有聽到就是還蠻多朋友 希望可以進一步 知道一些法律上 有什麼可以用 可以用的 論述 或是工具 那 就是雨秀律是怎樣 會做比較深入 進一步的介紹 那 我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對 就是會先跟大家談 台灣的非正規住居 它到底怎麼形成 然後 為什麼會逐漸 好像越來越少 那 現況的非正規住居 又是有哪些類型 那 就是居住權保障這個訴求 它的基本概念 到底包括哪些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希望可以去 就是 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說 我們不能夠只有居住權 那 到底什麼意思 就是 後面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 那 所謂 非正規住居 就是 它其實 就這個名稱 其實 一般來說 在台灣比較常聽到的是 違建 就違章建築 但是 我們就是 就是 這幾年來就比較投入那個 比較關心這個拆遷議題 就是違建拆遷議題的就是團體和學生 就是我們比較是 比較會用 非正規住居這個詞來稱呼 就是 我們關心的這樣子的對象 那 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說 就是用違章建築這樣子的的詞 它其實太平面化 這樣子的居住方式 好像就是說 就是它違法 然後就沒事了 可是其實 就是 如果我們用非正規住居這樣的概念來看的話 就會知道說 其實 這些 房子它的存在 就是 這些居民 它好像住在一個 就是 很簡單來說 是違法的 的 狀態下 但是 它其實是和整個 都市 或是整個國家 它的發展息息相關的 然後 還有 包括它的經濟的 發展歷程是很息息相關的 那 所以 所以我們會用就是 非正規或非正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概念來談 就是它 它是 這些住宅它是從屬於非正式部門 然後 因為這些住宅 它能夠 它是 能夠用比較廉價的成本來提供 就是 人基本的居住的需求的滿足 那同時呢 它又能夠 就是有一些 就是讓人可以在其中就是 經營一些小本生意 然後也提供了一些比較廉價的 就是 食物生活用品等等 去滿足人的其他的生活所需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 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 它除了一些比較正 就是正式的經濟之外 它會另外發展出來的一個 就是 這樣子 網絡式的 然後 去 支持 人民的 就是一般的生活的 就是條件的 一個 一個場域這樣子 那 所以 但是也因為說 就是這樣子的存在 它通常是 就是不符合 不合乎規範的 所以它也很 通常都很欠缺 就是國家比較正式的法律上的保障 那我剛說就是那個非正式經濟和 就是 非正式住宅的關係 其實可以從 就是這張 1980年代的 就是 這是華光社區的 這個 這個街景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很明顯看出來 就是這些房子 它通常就是又有雜貨店 然後有 就是各種的 小吃店啊 然後 等等的 還有工程行 然後它同時又是 就又有很多人居住在裡面 所以它就養 讓很多的家庭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它能夠就是生存下去 過完 過完一生這樣子 那 那 這樣子的 就是其實這樣子的 嗯 這樣子的居住型態 它其實曾經在台灣 它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居住型態 就是曾經在1960年代 就是 那個時候有曾經做過一個 就是全台那個居住狀況的調查 就有發現說 嗯 以最密集的台北市來說 就是 嗯 就是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台北市來說 大概有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的家戶 它是 它的居住型態就是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 這樣子的狀況可能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很稀有 但它其實是台灣在 就是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非常 就是你不能夠去忽視的一塊 就是 曾經是非常多人它有過的一個共同的經驗 那 嗯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狀況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 我想說就是我先從就是我比較熟悉的 就是華光社區 可能在座有很多朋友就是有看過相關的一些報道 可能也比較熟悉的華光社區來說明 那 嗯 我們就是有做過就是華光社區的居民狀況的分析 那 就發現說 絕對大部分的華光社區的居民它在民國41年到60年之間就是遷入社區的 那 也就是說就是在戰後然後高度高度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 然後和都市化的 嗯 的那個 趨勢其實也還是蠻也蠻吻合的 就是它就在這個過在這樣子的時期裡面住到華光社區 那其實華光它原本開發它最早就是這個地方開發它其實在日本殖民時期 但是那個時候的華光社區 嗯 在座應該大家都知道華光社區在哪吧 那 我補充一下好了 就是它在中正紀念堂的東南方 然後中正 中正國中的斜對面 就是一個就是現在會認為那是一個非常精華的地方 永康街的旁邊 嗯 就是大概這邊就是永康街一帶這樣 韓州南路 對對對 這是韓州南路 然後現在中正紀念堂 對 然後 嗯 所謂華光社區就是 就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就是這一塊 那那個時候就是日本殖民時期就是一個監獄 然後 嗯 旁邊蓋了很多的那個宿 就是在監獄裡面工作的人的宿舍 他們會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 嗯 在 就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日本人他們就離開台灣 然後 然後就會回日本 那留下來這些設施呢 就是 就是由國民黨帶來的一些就是公務人員就是來住到這 住到這些 呃 宿舍裡面 那同時這個這個地方就是原本日本殖民時期的監獄 他就繼續沿用就是繼續當作監獄使用 那 呃 我們看這兩張航照囤很有趣喔 就是你仔細看 就是上一頁 他就是 呃 房子歸房子 空地歸空地 可是到了戰後呢 很多空地上開始出現了一些就是 出現一些多的房子有沒有 其實這就是呈現出的就是 當時在 呃 整個戰後大批的移民就是 湧入到台灣 那特別 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是 就是 呃 就是住到 跑到台北市來 集中在台北市 那 可是當時的 呃 房子並沒有那麼多 然後如果你是公務員的話 就是你也沒有那麼 就是大概只有長官才有辦法去分配到 就是這些日本留下來宿舍 所以 比較低級的公務員他就在 呃 默許 機關默許之下 他就開始在就是 呃 空地上就大概這些臨時住宅 所以 呃 就會 然後所以 呃 就是這些非正 非正規住居就慢慢的形成了 那到 就是 呃 越往 越靠近現在就是 呃 慢慢就是有一些就是中南部 就是來到台北工作的城鄉移民 他們也是在一個就是 呃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 呃 錢 有辦法去立刻在台北找到一個就是立足之地 那所以呢 他們就是選 就是 如果看到空地 他們就是也是用呃 習慣的方式去搭蓋自己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說 用比較廉價的方式去跟就是 呃 之前蓋的房子的這些公務員 就是呃 轉手 就是轉手給他們 他們就買下這些這些房子 然後 非正規住居 然後居住在這邊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台北市在過去就是呃 有一些陸續去採權戶 他們也就是慢慢先進滑光 那這其實就是就是呃 呃 用滑光就是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就是 他就是 非正規住居 他就是大概 他基本上的呃 呃 變化的過程大概 形成跟 逐漸變化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歷程 那呃 我們如果把它放大到 就是把整個視野放到台 到台北市 是19 呃 六零年代的一個 就是全台北市的調查 那就可以發現 他其實就是 就是光是這樣 就是官方有統計到的數字 就有上萬戶 就是各個 呃 從北 整個台北地區 從北到南就是 呃都有非常多的 就是非正規住居 存在在這些地方 那其中有很多 其實大家都 就是可能都耳熟能詳 就是到現在 我們還常會聽到 像是 呃剛剛說的滑光在這邊 然後呃 剛剛有幾位居民是 來自紹興社區嘛 紹興社區在這邊 那其實紹興的附近 他就是台大醫院的附近 他其實原本也是 一大片的 一大片的非正規住居 然後只是在過去幾年中 他陸陸續續的被拆掉 然後還有 呃大安森林公園 然後呃 可能有一些朋友 有看過紀錄片 我家朱埃康樂里 他現在變成 14-15號公園 就是清華飯店 對面的 那一大片 大片綠地 然後還有就是 呃西門町旁邊 中華路 還有呃 中華路旁邊一塊小綠地 這些其實都曾經是呃 呃 非正規住居 非常大量的非正規住居集中的地方 那 呃 好 給大家看些歷史照片 稍微有一點感覺 這條就是中華路 就是現 這些有房子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中華路 那 呃 就 他們就是利用 就是日本殖民時期 在這邊蓋了一條鐵路 就是中華路 是一條鐵路 然後 然後 那個鐵路旁邊 就把鐵路和鐵路旁邊的這些非正規住居 把它拆掉 那一下 就蓋了中華商場 對 這條還是中華路 就是蓋了中華商場 那到 對 這就是現況 這應該大家就是會比較能夠想像 這都是同一個角度 就是到1990年代 就是中華商場又拆掉 然後變成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中華路旁邊這個小空地 就是它其實原本也是就是非正規住居 就是以前的樣子 然後現在變成 就是變成一個1990年代被拆掉 然後變成一個公園綠地這樣子 然後康樂裡原本住了上千戶的 上千戶的居民的一個非常大規模的非正規住居 然後經過拆遷 同樣也就是一樣 只要被拆遷的地方就一定會有火災 然後就是拆掉之後 然後現在變成就是大馬路 有沒有 同一個麥當勞 麥當勞還在 可是那個非正規住居已經變成大馬路還有綠地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這樣 剛剛看到的這些地貌啊 其實在當時的台北是非常就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們到現在都還可以 只要就是回頭去找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當時的影像 影像記錄 然後還有就是有很多文學作品 它是用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的居住環境 然後來當作一個就是故事的背景 像是就是白星勇非常多的作品 就是除了那些風花雪月台北人之外 它其實有一些作品 它就是完全用非正規住居當作背景來創作的 以及當時很多電影 像就是捧紅孫月的搭錯車這個電影 就可能老一輩的人才會知道 比較年輕人不知道 但是大家用像YouTube可以看到 就是也是用這樣子就是違建 然後拆遷當作背景來做創作 那就是那曾經一度這麼普遍的居住形態 在非正規住居 它是怎麼樣變成就是今天我們好像就是 聽到違建就覺得好像很少 然後反正就應該除掉 它到底是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然後逐漸被拆掉 那其實它就是跟著整個都市發展的目標 它逐漸配合都市發展目標 然後用不同在不同年代用不同方式 然後一步步就是 精吞蠶食就是慢慢拆掉 然後到現在變成就是非常少數的的狀況 那就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時間 就是 戰後大概就是基本上的都市發展目標 就是 比較是防空疏散 因為那時候就是基本上還在一個 就是對 對對中國就是 兩邊是敵對的狀況 那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是非常緊急的狀況 所以就是強制拆除 然後不會安置補償 那後來就是 狀況稍微比較趨緩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又開始就是有 就是都市發展目標 它開始想說要比較整體的規劃 然後開闢道路啊 然後還有 開闢一些公園等等的 所以它這個時候再加上有美元的協助 所以這個時候的違建處理 它就比較不是之前那樣比較很粗暴強硬式的拆掉 而是有配合就是 興建那個 整建住宅 就是像今天大家就是去南機場夜市 南機場夜市其實它就是當時興建的幾批整建住宅之一 那其實它的背景就是 在這個時候就是很多房子拆掉 但是政府就是相對應的它要提供安置 所以就是就是蓋了南機場 然後把這些 這些非正規住居的居民 就是拆掉之後把它們安置到那邊去 那其實這些整宅它就是全台北大概有19處 都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出現的 但這樣子就是看似好像比較進步的政策 它其實後來就是慢慢的 政府已經就是不採用這樣的方式了 就是當然就是有一些財政等等方面的問題 所以後來就比較是 就是大概1970年代以後一直到現在都是 就是它就是一個強制採取的方式 那安置的話它就不一定會提供 它就是會看你的身份如果符合比如說低收入戶等等的 這樣子的特殊的弱勢身份才會給你安置 那到1990年代之後就是就更嚴重了就是 就是政府它就會被對居民提高 像就是剛剛有幾位居民就是有深受其害 就是被提高之後你就是很難去要求說 政府應該要給你安置或是什麼樣的補償 就是處境就變得更加的辛苦 那現在的非正規住居 我們如果把就是目前的非正規住居 然後做一個類型化的話 大概就是可以分成三大類 就是無權佔有然後違章建築跟就是佔屋 佔屋在台灣比較少評價 可是在其他國家還蠻常出現 那這兩個差別就是違章跟無權佔有它比較是一個就是 它在談的就是土地跟房屋的關係 就是譬如說像公有地上的房子 或者是說它今天土地就是它今天這個房子它是在公有地上 然後就會被認為說是你違法侵占公有土地 那就是像剛剛就是大關 就是最近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大關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華光 其實都是這樣的狀況 或是都市原住民聚落 然後或者是說原本使用權人終止 就是你可能原本跟機關或是私人有 訂有這個土地租約 然後讓你在這個土地上蓋房子 可是因為某些原因 你這個土地的租約它終止了 然後你上面這個房子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無權佔有這個土地 就是你沒有使用這個土地的權利 可是你的房子卻蓋在這個土地上 就會變成這樣的狀況 那違章建築的這一類 它比較談的就是說你的這個房屋 就是你違反了一些就是建築管理的相關的規定 或是一些相關的法令 那他們的處理方式就是 大概就是拆屋還地 然後行政執行就是這兩種方式 那這邊有一些案例 公有地就有違章 就是像剛剛講華光跟大關都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都市原住民聚落 就是像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就是三鷹 然後西州或是去年就是鬧得很大的那個快樂山步路 都是這樣的狀況 那使用原始用成員宗旨 就是譬如說像那個就是剛剛那個那位朋友就講到的 就是那個龜山大湖重化案裡面的那個國有 就是裡面的居民他們原本跟那個土地是國產署的 那原本那些居民他們跟國產署之間定有土地的族約 可是因為國有土地要參加重化 所以就居民他就必須要被迫終止這個族約 然後所以他在這個國有地上面的房子 就會變成是就是沒有辦法繼續合法的使用 然後他就變非正規住居 那或者是其他產權問題 那各種進線件的話的例子就是 就是前幾年可能大家比較常聽到就是三峽那個劉家 就是他們因為他們的那個土地就是他們家所在那個土地 他就是被化為是水利地然後而且就是要面臨區斷徵收 所以他就變成是說他們家所在那個土地就不能夠蓋房子 所以他也變成了一個所謂的非正規住居然後必須要就是被迫拆屋然後千里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這麼多不同類型的非正規住居啊 就是大家其實這幾年就是開始比較廣泛的去談說 就是我們要落實兩公約裡面的居住權 就是大家會去訴求居住權這件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面對這些訴求就是馬政府時期或是現在小英政府時期 他們都認為說就是他們的官員都講出就是像嘉儀華對面對華光的議題 他就說居住權保障不包括違法徵用戶 就是華光居民沒有居住權的保障 然後現在的政府就是在面對大官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就認為說大官沒有人權問題 我們作為都就是就是作為都一切都合法這樣子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我們就要看看說居住權到什麼到底是居住權 那我們就是實際來看那個兩公約裡面的裡面的內容 那其實兩公約裡面居住權啊它有兩個面向 這兩個面向一定要就是你不缺一不可 你不能夠只看其中一個不看另外一個 那這其實就是常常官方在解讀的時候就是會忽略的 兩公約裡面的居住權它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就是氏族住房逐步實現 也就是比如說朱立倫說要蓋幾萬個那個社會住宅 然後小英政府說要就是什麼八年二十萬戶嗎 對就是這個就是屬於第一個面向的這個氏族住房逐步實現 就是我們逐步的去提供國民適宜的住房 去提供這樣子的居住的資源給國民 那另外一個面向是就是禁止強迫居住 就是你今天只要你今天就是對於保有權必須要有法律保障 也就是說你如果今天就是在一個地方就是你住了你住了一定一段時間你就有一定程度的保有權 那這個保有權是重要的 因為它就是因為你在就是因為它已經和你的就是生活有了緊密的關係 然後而且你的很多的就是包括工作就是營生或是你的社會心理支持網絡等等的 都和你住在這個地方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件事情聯合國認為說是應該要去就是保障它的 那這兩點它其實就是都在那個金色文公約的一般性意見裡面 都有去很明確的指出來說這兩個核心面向就是構成了居住權 那這兩個核心面向它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關於第一個核心面向就是氏族住房 它是可以逐步實現的就是你逐步的依據你現有的資源去提供這個東西 可是相對於這個禁止強迫驅逐這個法律保障 它是很明確就是你不能夠只根據可用的資源 就是它在公約的意見書裡面非常明確的講說就是你 就是因為強迫強制驅逐它對於一個人或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區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然後所以你不能夠就是你不能夠只依據可用的資源來提供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強迫驅逐這件事情是絕對要禁止的 然後如果 然後而且你就是必須要確保法律去防止就是強迫驅逐這件事情發生 而且就是跟提供氏族住房不一樣就是你今天如果要 你今天如果就是要去就是禁止強迫驅逐 然後保障這些人他們的就是居住的話 你不能夠因為說你今天資源多你就去保護 資源少你就不管這件事情 這是公約禁止的 然後而且你必須要就是有充分的立法和措施 就是你必須要很努力的去 去讓強迫驅逐這件事情不會被發生 不管你今天是國家去做拆遷還是說是私人去做拆遷都是一樣 然後然後他也提到說必須要有很多的就是各種的法律救濟 然後來提供這些居民的保障 那從就是從公約我們再回到就是就是 所以也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形成一個就是保有權 然後你今天如果是要強迫驅逐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回到剛剛那些公約的內容去做檢視 那好那我們來看就是如果說是就是華光跟大光 他真的是沒有居住權的問題嗎 好我用華光就是華光跟大光這樣子的那個非正規住居啊 他基本上在現在台灣的那個法規裡面就是 因為這兩個這兩個社區他們都是位在公有土地上 那公有土地現在就是就是依照規定 他就是你今天如果要排除就是他分成是公用跟非公用 這兩種類型那像華光跟大光都是屬於公用的土地 那只要在這種類型下面他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你必須一定是要排除的 你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然後所以呢就是像華光跟大光就是面對的狀況就是 他就是被被政府機關直接採取一些採取訴訟的方式來做處理來殘破驅逐 那像華光的話2008年被法務部提告 那提告之後之後經過的過程就是 那你今天被告上民事法院那民事法官當然就是看說 你有沒有那個土地的所有權 然後你沒有的話那你就一定是拜訴 不然你就是要嘛就是跟行政機關和解 然後所以拜訴或是和解之後確定之後 他就必須要他就面臨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限期的財務還地 就是你要把房子拆掉然後把土地還給國家這樣子 然後還要給不當得利然後如果沒有在期限內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是會被扣薪、凍結帳戶等等的 然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你今天只要一旦就是被告上 被告上法院之後你根本就沒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 去舉出說就是去尋求你的你的那個居住的這個權利可以被保障 所以從就是從剛剛講到就是公約的一些要求 就是可以看出來說他其實就是限區最基本的法律的救濟的途徑 那拆遷之後到底他們去了哪邊 就是政府基本上可能會說大家都沒有無家可歸啊 可是就是但是事實上就是政府所提供的資源 其實就只有就是中繼國宅、貧宅就是這些非常少數的資源 那能夠得到的華光居民 就華光居民原本有上就是上百總共有上百戶的加戶 那根據我們就是有掌握到的就是拆遷後大家的去向 就會發現說只有裡面只有就是十幾戶的人 有取得就是政府的安置資源 那政府也只願意提供這些安置資源 所以這一點他其實就是就可以看出來說政府他只提供了 只根據他可以用的資源來提供華光居民的安置 所以其實就這點來說他也違反公約的要求 因為公約就是要求說你今天如果必須要拆遷的話 你不能夠只根據你可用的資源 你應該要努力的去就是創造 你應該要盡力的去達成就是拆遷後安置的這件事情 那居民搬遷之後都搬到哪裡 就是就是很根據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就是很多人就是往一些比較老舊或是更就是外線市去移 就是去移動這樣子 那然後除了拆遷安置之外 他們還要付不當得利 那就是包括這些項目 那其實除了那這些方式這些項目 就是大概就已經有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 就是依據你的 最高的有到一千萬 三千萬 沒有沒有 最後判決的沒有到三千 然後然後就是然後除了就是這些項目之外 你只要是就是後來有被就是有被法院催討的話 然後你就還要付執行費 像最近還有很多華光居民收到就是幾十萬的那種幾十萬的執行費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華光社區2013年8月全部拆完 然後拆完2013年到現在已經隔四年了 然後你今天已經 你本來想說已經過了四年好像沒事了 然後結果突然又收到一張法院公文說你要付幾十萬 然後是當初那個拆遷和就是拆遷的時候 就是你應該要付的一些執行的費用 就是還蠻崩潰的 那所以總之就是用華光的華光的狀況就是他 就是原本有上千戶的家戶 然後後來2013年就是沒有經過一些就是對的 沒有經過一些協商過程 然後國家也願意提供他手上僅有的一些很少數的資源 然後針對特定的弱勢的家戶 就譬如說你是低收入戶 或者是說你是榮民 然後去提供安置 然後就逐漸拆掉 可是拆掉之後呢 我們現在去華光看 就拆掉之後他就一片綠地 然後當初說很急著要把大家拆掉 可是拆掉之後很急 然後急著 然後很急 然後結果我們現在去看過了四年怎麼還是一片綠地 也沒有在也看不出來到底在急什麼 那 嗯 好 然後測試完有沒有居住權 就是 五分鐘 五分鐘好 OK 那 談完居住權 就是我現在想要反 就是再去 就是從其他角度來談說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要談非正規住局 就是在現在的框架下 在現在的一些限制之下 我們不能夠只有居住權 就當然我們從兩公約的角度可以去很明確的 就是你從對照兩公約裡面寫的那些內容 和政府的實際的作為 你很容易可以去比對出 政府他其實就是兩公約要求這樣子 然後政府他其實根本就只做到這樣子 就是兩邊之間的落差 可是呢 這個溝通往往非常 就是 這個溝通是重要的 因為 我們希望能夠就是 逐漸的把政府的作為 拉到就是 兩公約居住權的要求 這件事情重要 可是呢 你不能只做這件事情 因為 呃 現實 因為實際上 呃 非正規住局他要 他所牽涉到的問題實在是 就是太多了 那 呃 我們用這個圖很簡化的來講 就是 呃 非正規住居的 的清理 其實 這個也不只 這樣子的狀況 他也不只是非正規住居有面對 就是說 你任何的土地或是建物的清理 他和 呃 土地或建物的開發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那 那往往 那往往 這個很緊密的關係 他又跟就是 呃 這個國家他所 就是 習慣的那種 經濟開發的模式 非常的 非常的 呃 就是非常有關 那就以 呃 這是我們2013 2014年的時候 就是做 就是 呃 一個一個團隊 其他 另外一個團隊 他們做的一個調查 就是說 他們去調查說 喔 全台北市 就是有幾塊 就是比較 呃 比較大的公有地 比較 就是 比較位在一些 就是 就是位在 靠近市中心的一些公有地 那他們 就是 那 呃 不好意思 我跳掉了 就是 那些土地 就是他 他原本上面可能有建物 或是有居民居住在那邊 那他被 呃 清掉之後 後來 變成做什麼用途 那就發現說 呃 絕大部分 就是很多都是 呃 旅館啊 商場啊等等 或是房地產開發 那這其實他 他就很 活生生的 就是你是把 就有這些 就是原本就住在那邊的居民 就是把他們趕走 然後你去做其他的房地炒作 然後 你完全不 就明明 居住權他其實是一個比較 基本的東西嘛 可是你今天卻是犧牲基本這個東西 然後去 呃 去 呃 讓其他人獲得財產 就是這個 沒有居住那麼基本的 的 這樣子的 的東西 的東西 對 然後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樣很 很緊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必須要去看到說 就是清理和開發之間的那個 緊密的關係 就包括說 嗯 就是像是 都市更新 然後或是 土地徵收 市地重化等等的 這些制度 他其實都是 他其實都有可能造成破千 不只是非正規住居 甚至你有所有權 你也會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而被 而被清理 當然都可以去談居住權 可是你如果要去 呃 去拆解這些制度 然後你要讓這些制度 能夠和我們所 所希望的那個居住權保障 更拉近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了解說 呃 這個清理背後 這些開發 他到底運作的邏輯是什麼 他的一些 呃 基本的框架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去讓 呃 讓這些 就是 讓這個開發和清理的關係 他可以更 保障居住權 那 好 就是老王賣瓜一下 就是那 那邊有一本那個 反破千手冊 就是他裡面 就整理了很多 就是我 我們 呃 好幾個組織就是這幾年研究 就是那些開發相關的制度 他怎麼樣造成破千 怎麼樣造成 非正規住居 還有非正規住居以外 其他的居民的破千 就是他們的一些邏輯 全部都就是都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 大家可以支持 那 呃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呃 其實我們去看到說 就是現在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台北市其實就是 過去有 其實 本來是有非常普遍的那個 有很多非正規住居 很多人曾經住在裡面 可是現在全部都 就是幾乎都不見了 我們只可以看到很少數的 呃 非正規住居留下來 像是呃 大家應該很熟悉 保障岩 就是保障岩它其實是非正規住居 可是它用 呃 某種 很文青的方式留下來 當然當初很文青這件事情 並不是目標 但總之 呃 它留下來了 而且有一些 當時的居民 願意被安置的 也被安置 也還是就是住在原本的那個 原本的這個社區裡面 然後 呃 在座有紹興社區的居民 就是 呃 紹興社區也 未來也可能有 一定程度的安置 那 黃紅社區 呃 有 就是透過都市計畫的方式 爭取到一些安置資源 那 就是這些其實就是 要試圖在 就是政府所 只願意提供的那些很少的資源之外 再去努力想要創造出一些 呃 其他的資源 然後來讓 來讓居民能夠得到安置 就是 不會那麼 強暴的就是被 強硬的 就是直接被 拆遣 然後沒有地方 沒有 就是得要自己去尋找出路 然後好像 住在非正規住居 就是一種原罪 然後你被 房子被拆的是應該這樣子 就是 希望可以去找到一些其他的資源 那 可是 就是 要創造 非常困難 就是除了剛剛提到那些 就是 土地開發的那些制度 必須要去了解之外 呃 我想 就是 可能就是 像都市計畫 就是 它是更高位的一些規劃 可是常常這些規劃 它其實是 很多人 並沒有辦法 就是你可能在規劃完成之後 然後要拆到你家了 你才發現說 有這件事情 所以它其實就顯示了就是 呃 政策決定的過程 或者是說規劃行程過程 它其實是非常 就是 它其實是非常欠缺參與的 你往往就是 你可能是受這個影響最深的 可能你到很後面才突然發現 那 所以就是現在也 呃 我們也在做一些嘗試 就是 希望說可以去 讓政策 或是規劃它行程的前期 就可以有一些參與的空間 那 呃 現在就是台北市政府 它也就是 有採納這樣的概念 然後開始做一些就是 示範的計畫 然後 希望說可以就是 把一些 就是 可能會受到 計畫影響的 民眾的聲音 就是提早的拉到這個 嗯 計畫行程過程當中 那 可以提早去 把這些 呃 需求納進來 然後可以 讓 不要讓就是 呃 這些 政府的 計畫或是政策 然後 它最後就是變成拆遷 而是 能夠在前面就先 想到說 喔 有可能會發生破遷 那我們應該要先把這件事情 考量進來 然後 在這個 計畫裡面去 去提 盡可能的 盡盡所能的去提供資源 然後來寫 來避免破遷的發生 這樣子 好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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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金 那大家剛剛也聽到了 就是 雖然 兩公約對居住權保障 但是如果我們 沒有辦法意識到說 呃 對於居住權最大的 侵害 恐怕可能是 開發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 呃 用什麼方式開發 這個 這個運作的邏輯 那如果我們 還是那麼的 強調開發 那麼重視開發 那麼的以開發 為最高的 就是以開發為王啦 就是 為最高的價值的話 那我們可能 還是很難避免 就是 很難跟那些 那些人溝通 很難避免他們 繼續破遷 那也有一些 可能的解決方案 或許是說 我們 一開始 就先 理解到說 這個區域有哪些人住 然後 有哪些狀況 比如說他們可能 需要 居住空間 但是他們沒有所有權 然後 譬如說他們可能有 就是 營業的需求 但是他們現在 營業空間 可能並不是那麼符合規範 那也許一開始 就可以找到 雙贏的做法 不需要等到 木已成舟 然後政府 為了要 解決問題 解決不了之後 只好去解決 那些提出問題的 被當成問題的人 感謝怡靜 那接下來 我們會請 周宇修律師 來談談 就是 居住權的 國際上的 國際跟台灣的法規比較嗎 應該是這樣說嗎 好 請修律師 好 那請修律師 然後主持人 然後 謝謝各位 那個主持人 然後舞台人 然後還有這樣的回答 那個 其實其實談這個題目 應該是我大概這 三個月來談的第四次了 在場有些也是老面孔 那 對 那其實我內容 可能跟之前 相比沒有修改太多 然後 前面一次也是在這裡嘛 就是法服辦的一次活動 那 後來兩次是 在那個 律師公會 所以說 這一個投影片 其實會有非常多 比較 比較 嚴肅的法律內容 可能就比較 沒有那麼的 讓人 覺得很好親近 那先歸抱歉 我剛剛遲到 今天這兩天 就是為了一個 比較麻煩的案件 開了兩天集壓平 然後 剛剛 就是我剛剛線過來 結果我剛剛朋友傳簡訊來說 我當時已經被壓起來了 那 那 剛剛家屬就一直打電話 問說要怎麼辦 所以說 嗯 我覺得 我其實 當律師的時間 大概 沒有很長 大概六七年左右 那 給我的感覺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你會看到很多 就是 很糟糕的人 然後也有很多很可憐的人 或者是說 都有的人 我還記得上前幾個禮拜 我去看守所看我當事人 然後我旁邊就做和獸穿 那 那時候感想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 因為你就看著那個 就是 感覺非常非常有錢人 但是他還就是穿著一個 就是那種 一般的看守所的 再壓的被告的衣服 然後也是 踢光頭人士 穿著一個妥協 但是 但是我必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 如果我們要談居住權 我們要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 他到底要幹嘛 那我們看了這麼多法律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最終要談的目的還是在一個 我們對一個人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認為每個人 活在世界上都有價值的話 他應該能夠有最低的 最基本程度那個有尊嚴的方法 讓他活下去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談居住權很多時候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跟你有沒有錢 有沒有買到這個土地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當你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最起碼應該要這些東西 這個其實是居住權很基本的想法 那只是說 這個想法 我不要跟各位講 我一直認為他不是 在我們簽了國際公約之後 然後才突然有 天上掉下來這個概念 不是的 如果你去看很多 看一些 就是我們的法規 或者甚至是 在當時制憲者 在寫這部憲法的時候 你先不要討論 就那些人算不算是 那個 就是 就是 這個問題啦 就先不討論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當年是我在想這件事情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整個road map 就是想跟各位討論幾件事 那第一個就是說 在台灣跟國際公約的關係 這個我可能簡單帶過來 因為今天本來主要 賦予我的任務 是要講那個 那個居住權在 在國外的一些案例 那 所以我必須要跟各位談的是 我們先看一下國內的狀況 再看一下國外 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以 可能會比較跳著講 那有些東西太法律 或者是剛剛前面 那個已經已經講過的部分 我就不去贅述 那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台灣跟國際公約的一個 某種程度的 的交錯跟接軌 那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要從憲法層次開始談 因為 當很多人在談居住權的時候 他第一個時間反應 包括我去 律師公會啊 那個高雄跟彰化律師公會演講 他們都會跟我講說 欸 周瑞士 這個民法就是物權法定主義嘛 那你現在講一個居住權 可是他沒有寫在民法裡面啊 那 那個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 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 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回到 憲法所說的一個狀態 因為看到的是 憲法第10條講的是 人民有居住跟遷徙的自由 然後憲法15條講的是 人民的財產權要保障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說我們談居住權的前提是 這個土地必須要是你的 或者是這個房子 必須要是你的的時候 那我要問各位 為什麼要有第10條 因為當我有財產的話 我有這塊土地的話 我就主張是我的財產 你不能侵害 事情就結束了嘛 那所以說 當年我們在寫 寫這部憲法的時候 你會特別談第10條 想必就是要講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住在這裡的自由 跟 我有沒有這個東西的財產 其實不一定要 變成同一件事情 那你可能兩個都有啊 因為我可能就是 有一棟房子 像那個當時那個 文靈院的狀況 我是有 我是有財產的 我也想住 有屋也有地 也想住 那有些狀況可能是什麼 就是 我有地 可是我想要把這個地 變得更值錢 那或者是什麼 像現在大部分來的各位的狀況 對不起 我因為某些原因 我沒有取得這個土地的權利 但是 我住在這邊很久了 那你就會看到說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討論的話 這兩件事情 確實應該是要被切割的 那為什麼前者跟後者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底下其實是那個 台灣的 法律跟國際 國際公約接軌的一個邏輯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的話 這邊各位就可以不用花太多時間去做討論 但是就是 主要是要強調的是說 不論怎麼樣 現在依照相關的法規 其實我們把這些所謂的 我們在台灣現在有五大人權公約 那其中最主要的兩個最核心的公約 就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那我們簡稱公正公約或ICCPR 然後呢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公約呢 那這個簡稱 也金色文公約 或者是叫做ICER 這個都OK 那就把它給用一個方法做內國法化 內國法化 因為它就告訴你說 按照兩公約所要求的人權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然後呢 適用兩公約規定的時候呢 你要參考什麼 第一個它的規定嘛 立法意識嘛 還有什麼 兩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 其實這邊翻譯翻錯了 這個條文有個很嚴重的錯誤啦 它把聯合國兩個不同的單位寫在一起 那 這個未來必須要修法啦 所以真的是個問題 那不過 我想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所以當時至少在立法者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脫離國際社會很久嘛 我們其實有點不知道 國際社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那個規定抓回來說 欸 喔 原來現在已經講到這裡了 說實在的話 我要跟各位講得很誠實的事情是 兩公約其實是一個 有點落後的法規 為什麼 因為兩公約是1960 70年代定出來的東西 說 五十幾 五十幾 差不多 然後 那可是各位 現在都已經是二零一幾年了 其實很多的理論 早就已經超越了 當時那個寫公約的那些人 他腦袋裡面的東西 但不論怎麼說 國際公約某種程度 他是一個 peer review 就是同才的檢視 我們不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這很遺憾 但是相較之下 我們要知道的事情是 其他的國際社會份子 在現在在世界來比較的時候 我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 我是在世界的前端 還是在世界的後端 所以就算 別人不想把我們拿進去跟他比 我們必須要告訴自己說 我們有義務 要去跟別人比較一下說 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是前段班 還是後段班 還是根本就算不上邊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簽署國際公約某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它不是為了說 我就是要去抄別人 我就是要去學人家 不是的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我們相互彼此檢討比較之下的成果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兩三年前在美國進修的時候 我們幾個同學 就是都做公益法律研究 然後 我其他同學是有生命危險 在柬埔寨的時候 就是因為 這個柬埔寨啊 奈其利亞等等地方 其實都有非常大規模的移民 然後 所以他們那些 不是移民 就是那個什麼 就像這種破千的狀況 那我上次聽我南修里亞同學就跟我說 說一次破千是破千 以十萬人為單位起跳的 這個其實 某種程度來說 已經跟戰爭的屠殺沒什麼兩樣 畢竟 人被趕走 的問題是 他要怎麼活下去啊 那就不是說 單純就只是說 叫你換一個 換一個位置做 這沒有那麼簡單的 所以這個是 兩公約會想要跟各位討論 那相較之下就是 我們在很多的 那個實務上 至少就大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而言 他很喜歡去引用一些比較法的討論 那包括兩公約的引用 以及大法官最愛比的 就是幾個 幾個特別的國家 美國啊 德國啊 日本 那這幾年由於某些關係開始去引用了 例如說南非 加拿大 甚至印度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在美國念比較憲法的時候 其實 很多老師其實已經 把 就是很多 那個時候在 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 很多老師已經在 討論真的就是 印度的法院怎麼樣去做決定 那這個決定會不會影響美國 其實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全世界的聯動 這是一個全世界的聯動 所以 我還是要一直講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其實一戰努力的事情是 我們想要讓我們自己能夠活得更好 更進步 可是某種程度 當我們活得更好更進步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可以連帶的 讓別人活得更好還有更進步的 那這個我想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我就比較快把它跳過去 那只是說 我們必須要很 沉重的還是講 就是這些 同儕的檢視 到最後其實就成為 那個現在的院長 司法院長徐仁耀老師 當年講到的 其實到 很多時候它會變成一個 各取所需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叫各取所需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講說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可是各位你會發現到 在這個社會上這麼多的議題 並不是每個議題 大家都很想跟國際接軌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我們在談那個 要加入WTO啊 然後呢 要做一些那個什麼 關稅租稅優惠減免什麼什麼的 大家都很願意跟國際接軌嘛 可是我現在如果跟各位講說 欸那台灣的方向 應該是要往背屬實性發展 你會聽到有人就講 喔沒有沒有這個 你要尊重地方民情 那為什麼你經濟發展 就不用尊重地方民情 我覺得我賣我的小東西很好 我幹嘛要走文青宮 對不對 對啊現在台灣三大幹話騙術 就是那個什麼 文創 然後呢還有什麼 破壞式創新 共享經濟 就是 就是換湯不換藥 想要告訴你說 我不想守法啊 你要怎樣的說法這樣子 那這個是題外話 那我只要跟各位說 所以我們在遇到這些 各取所需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要講的是 那這個各取所需 其實不是我們想要各取所需 而是什麼呢 而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一直在看著別人 跟我們自己 然後呢去在做在這個互動底下去找到屬於自己最佳的一個答案 那這是呃我想可以這樣簡單下的結論 那這是那個2013年就是我們第一次做國際公約審查的時候 當時的一些專家的一些意見啦 其實這些意見當然沒有任何法律拘束力 就是他們就是那個聯合國負責做國際人權公約審查的這些 這些這些老這些學者啊法官啊什麼的來 然後那那他們當時的建議就是說 你們應該要把國際公約當成一個未未接比台灣的所有法律都還要高的法律 只是呢他還是要逼於一個這個一個國家的憲法 那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就是一個某種程度 他在做一個有點像校準的行為 就是說我我們如果真的內國法跟外國法在比的時候出現一些缺陷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做一些調整 那但是這個調整又不能夠違背一個國家最核心的下資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憲法的上限在這個地方 那那此外就是法院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慢慢的想要去用一些比較法來做討論 只是說這裡的話我引了兩個案子齁 這兩個案子其實你會看到你會看到權力的概念 就是從這兩個案子來做比較 我先看底下的這個案子好了 底下的這個案子呢是105年判治的105號 是一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那這樣子是有個老師有個大學老師被大學解雇了 然後這個老師去打那個解雇違法的訴訟 那所以各位你會發現到老師主張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我想要對抗政府機關的不當侵害的行為 這個我們在法律術語叫做防禦權或者是自由權 就是我的目的是要排斥你對我所造成的傷害 然後呢在這個時候法院其實是非常容易喜歡去審查這種東西的 因為這是這是一個政府機關一個國家在發展的時候最常看到的一個侵害人民權利的方式 那那所以你看在像我們剛剛去開擠壓庭 為什麼要做審查 因為擠壓這個行為就是會讓當事人失去他的自由嘛 所以法院很知道說你要設定一些條件 唯有在符合這些條件的時候這個人的自由才能夠被限制 那這是防禦性的看法 所以法院很會有 所以他就說在這個案子裡面尤其我們簽了兩公約之後證明工作權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夠隨便打擊一個老師教學的機會 即便你是大學也不行 那這是他的看法 可是呢另外一個案子就會變得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權利我剛剛講 除了這種防禦性的這種概念之外 他還有一個概念叫做給付性的概念 那給付性的概念意思就是說我本來有這些東西 可是我現在的想法是我要讓我現在所有的東西變多 那如果是變多的時候法院就會覺得他不知道該怎麼審查 因為我剛剛說了他喜歡審查的東西是要不要把這個人抓去關 這是剝奪他嘛 這很好審查 可是我現在說我覺得最低基本工資應該要從每小時133條到180 會法院他會兩手一攤說 我哪知道133比較好還是138還是188還是288比較好 因為法院會覺得多加多少這件事情啊 一方面是一個民意的問題嘛 一方面是一個什麼 行政機關透過很多的數據 理論上要有 那實際上沒有一回事 然後做很多的專業判斷得到的結果之後 來做這個數字的決定 那也因此你會發現的事情是 像這個案子是那個應該是徐柏堯的案子 就是他去說他們消防員都沒有加班費可以拿 其實這已經是台灣所有公務員的趨勢了 我今天跟那個書記官在聊天 他們像這兩天大家都沒睡覺 他們也是沒有錢可以拿 然後其實我也不算有錢可以拿 可是就這樣 那可是你看他就說 這個像這種要去給人民權利的行為啊 我們還是要透過那個政治機關有沒有 你要依照財政狀況你要編列預算來實施嗎 那所以啊 我們應該就要尊重相關機關的規定 這個也是 在很多訴訟裡面 會發現你會覺得有點挫折的地方 因為對法院來說 他不太習慣用這種給付的面向去評價一件事情 那所以你去跟他講說 我們要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的時候 他其實腦袋裡面想的是 沒有啊 好的居住環境不是就是應該要地方收藏給你們嗎 有沒有叫柯文哲去多蓋幾個公共住宅啊 怎麼會是叫法院判一個公共住宅給你 他覺得他很難想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遇到的 可能在實務上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困境啊 如果你要從台灣的法院的脈絡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要換個方向 這個是我等一下想要跟各位做分享的 所以我們再拉到那個就是這個標題 居住權概念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我要跟各位說的是 為什麼我剛講這是一個人的尊嚴的問題 因為其實第十一條第一項他不是只有講居住啊 他講一大堆東西啊 他說是你要有適當的生活程度 這也是呼應我一開始想要說的一個最核心的想法 我要讓一個人能夠成為人 就是我不論你高矮胖瘦 性別種族 宗教信仰 什麼什麼的 但是只要你是被能夠定義成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有 你就值得一些這個社會給你的最基本待遇 那所以才會跟你談世俗的生活程度嘛 而不是說我今天運氣好 我就生在台北市大安區 我爸媽就是有兩棟房子 那個我不是我是舉個例子 然後就就是那我就活得很好啊 那如果我今天運氣不好 我就是生在那個柬埔寨的鄉下一個地方 出生然後這個家人都不在了 然後我就只能夠自己想辦法過生活 那這種完全靠幾率來決定的事情 不能夠去決定一個人應該要享有的尊嚴程度 這就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強調 那後面才會在一般心意見去延伸到說 你為了讓這個人能夠有他的價值 所以能夠有一個適當的居住的權利 是一個必備的要件 這是一個延伸出來的東西 那相較在這邊剛剛那個一定都有點到 所以我就不跟各位多講 所以你看他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非正規住居 因為正規住居不是沒有居住權喔 只是說當他要clang 他要主張他的權利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講說這是我的財產 這就是我可以自由處分的東西 你不一定要來干涉我 但是相較之下非正規住居 他沒有辦法這樣講 尤其在台灣剛剛一進也分析很多 就是台灣非正規住居的一個成因跟狀況 那各國其實都有這種非正規處居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土地、房屋這種不動產 不是真的完全就是由人民的實力所享有的 例如說我今天透過一筆錢我買了一杯牛奶 這個不是牧者的不能拿出來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買了一杯水 那我要捍衛我的水很簡單就是拿著嘛 人家就不會來搶了 可貴我的問題是 你家要跟我講說這塊地是你的 你覺得你要怎麼證明這個地是你的 然後你就在旁邊立柱子說 這是我的在上面簽名 會沒用啊 隔天有個人來把它拔掉 就簽他的名就好啦 所以為什麼台灣土地是用登記的 因為國家登記才有公信力嘛 那相較之下 國家的登記就要花很多的成本 那也因此在這個時候 土地的取得跟遺傳 你勢必會付出成本 早期的土地一點都不值錢 我在前一場 我有跟各位分享說 就是那個 台北公館的一個三層樓的透天處 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 一棟是大概六萬台幣左右 那當然當年的台幣跟現在也不能比啦 可是各位可以想像的是 這個東西放到現在 我光是看它的那個公告限制 就翻了幾百倍啊 那所以說當年如果你六萬台幣 有一棟房子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為這個東西 去多添加些什麼嗎 其實是不會的 你甚至會發現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移轉這個土地要繳的那些稅啊什麼的 比這個土地還要貴 那你幹嘛 所以很多人其實買 當年可能買地的時候 是房東簽一個月就買了 算不符合民法的要件 這個這個這個 可是當土地的價值開始在上漲 漲超過這個界線的時候 那就會有人覺得土地很珍貴 因為你的取得成本相較之下 跟土幣來比 它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低了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案子 現在都是什麼 就是那個建商嘛 去找那個很多代以前留下來的 有沒有 三四代留下來的那種小弟 買了之後呢 進去就主張說要做那個土地分割嘛 然後結果大家都不在 就變價就變成錢 所以就全部 然後他就在行使優先程買權 就全部買回來 這個是各位很常看到在那個 就是我不能講建商 那就是說 就是說一些人他 在做土地的時候 他會去這樣子的一個行使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之後的結果 可是這個結果 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計算 我也不能說經濟學絕對是錯的 但是這個經濟計算的背後 它所延伸的效果就是 本來住在這裡的人要去哪裡 我不瞞各位講 我的第一個財務環遞案件 當事人就是遇到這件事 然後 然後 那案子後來和解了 那 當事人其實就是 願意就是說拿一筆補償金 然後搬離開 那搬離開之後 運氣也很好 他 搬到了一個 就是還 環境還不錯的地方 因為他本來住的那個地方真的 品質很差 大概不到20坪的房子 要住13個人這樣子 然後 還有那個80、90歲的老媽媽什麼就是 那後來搬走之後 我剛好前兩天經過那邊 也跟剛剛怡靜講的一樣 那個地就還是一模一樣 連他們家都還沒開始拆 就是 可 好像是聽說後來建商 自己在融資方面出了問題 所以那個地就動不了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評價這些事情 那這邊的話 我想我就不跟各位多提 但是呢 我想要跟各位說的是什麼 就是 像這個時候 你在做這個驅逐的時候啊 你必須要去討論這些什麼替代方案 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 包括反破千 或者是在場各位 都一直在呼籲就是 好第一個 你不能拆嘛 第二個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拆 你應該要先 提供 住的地方 你才能拆啊 你不能夠先拆再想說 要去哪裡住 那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是 替代方案的問題 然後 據我所知其實很多人在這邊 就會變成一個 那個 給付的想法 因為你要給人家一棟房子嘛 可是這個也是 就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 我在那個上次 雨潭的時候 我跟那個孫艷志法官啊 然後還有我的學長 黃慶仁律師 我們都聊過 就是說 這個情形 你應該要反過來看 他為什麼想反過來看 就是 當我們 當 當真的 這個不得已必須要去做拆遷行為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 合法拆遷的構成要件 簡單來講啦 為什麼 法官要開擠壓廳 就是 我要壓人的要件 就是我要 讓法官問完之後 我認為有擠壓必要嘛 不會 可是我們在法院我們會說 所以 法官聽當事人講話是一個給付 不會 聽底下沒有人這樣講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 就是 給你一個 合疑的替代方案 是侵害你 是侵害你權利的前提要件 在之後 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侵害的想法 那你在主張上的時候 法院就比較知道 要怎麼審查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東西只是 在我們這一兩年 我 打了很多 其實 歸我的專長就是書官司啊 說實在話 然後 因為 那個 剛好來的案子 一方面我這個人 不是那麼聰明啦 哪一方面來的案子都很難啦 所以說 我在書了這麼多案件之後 其實我想了很久 就是 我要怎麼樣去說服法院 會說法院有時候是 你是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就是說 你也不是說 所有好處都你拿 可是你至少要想一個路徑 是讓他認為 這個東西他去講 他能夠說服他的 上面的法院 然後上面的法院 也覺得說 這個也OK 這才是一個 在法院訴訟的時候 我們會去想到的事情 那這個是 跟各位有點打個岔 就是 跑出去討論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的東西是 第一個層次嘛 就是如果我有這個權利 你應該根本不能動 這是 這是最好的層次 那第二個層次是什麼 如果真的迫不得已 該動的時候 你動的前提 就是你要先給我這些東西 才能動 對不對 你要做成對我侵害的決定之前 你必須要 要先符合某些要件 這是一個做法 好那這是那個 其實一般心境也 都在談這些事情 可是各位 不過這些東西 能不能夠真的被實踐 這 這個其實是一個 考驗一個國家 是否違法式國家的一個 很重要的前提 我 今天的案子 當事人 其實他是從 國外被遣送回來 就是從東南亞 某一個國家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他在 他們在某國家被逮的時候 警察進來 也不是先逮他們 先是先看地上有沒有錢 有沒有 把現金什麼 減完了之後 再把這些人全部都靠起來 那 然後我也在另外一個國家 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要去另外一個國家 做那個強制執行 就是其實就是要 實現債權嘛 結果法院的人 就直接講說 你要實現債權喔 那我們要抽10% 就是這樣跟你講啊 是法院不是政府 對啊 就法院啊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就是 就是你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你會面倒的現問題 是一個國家的法治 能夠被堅持到什麼程度 那 各位會想像的是 好像其他國家都很好 不會啊 不過我要舉例子就是倫敦 我們上個月 倫敦才燒掉一棟大樓 那個 那個 我突然忘記名字了 那 那 Granfield 對 就是 你會看到的是說 你會覺得好像新進國家都沒問題 其實新進國家他們有很多 他們自己的痛 我那時候 也是跟倫敦的 那個 那個大律師聊天的時候 他們也說 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倫敦為了辦奧運 破千很多人 那個時候的破千 其實是一個 律師也非常束手無策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你破千 你被貼的帽子 你被蓋的帽子更大 妨礙倫敦市辦2012奧運 有沒有 就因為你一戶人 一個叛國的概念 對啊 所以那時候 真的他們也遇到很多很挫折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所以 所以那個 我們都是難兄難弟這樣子 那我也很感動 我們跟倫敦難兄難弟嘛 那這個 這個孟臣都已經佔光了 然後 喔 對不起講太多廢話了 然後 就是 我好像應該要講 我還沒講到比較法案例 那 我只要跟各位說 欸不對其實剛剛已經有很多比較法了 只是不是真正的案子 那 那 我只要跟各位講說 台灣的問題 其實 特別也不特別啦 特別 不特別的是說 全世界都有 類似的狀況產生 那特別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找到 能夠 屬於 專屬於我們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應該是 那個 喔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居住權就是有 我剛剛說的消極跟積極面向 真正的積極我覺得是什麼 就是 真的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是從出生到現在沒地方住 那他應該要有權利是 他去告政府 就跟政府說 我從出生到現在都沒有住過房子 請你要給我房子 請你要給我地方住 那但是我們現在遇到的狀況比較多都是 啊我本來有一個地方住 可是我現在要 這個東西要被消滅了 那消滅之前 你要告訴我說為什麼你可以消滅我 所以這個 磋商通知安置培養 在我來看都是 都是一個 進行的前提而已 好 然後我們就要來 困境我們先跳過 因為這個其實剛剛都已經點到了 就是居住權的實現上的困難 有沒有 難以司法性 其實這我剛剛都跟各位講過 那另外一個困境就是 這個很麻煩 反正在國際也在討論 個別人的居住 跟集體的居住 它的關係其實是 直呼 對會有衝突 因為畢竟 就像我之前處理一些公寓大廈案件 他們就說 我要加蓋電梯 就是那種五層樓的舊公寓要加蓋電梯 各位誰會反對 住一樓的人啊 因為他根本用不到 那 那你要怎麼去協調這個問題 這其實就要靠一些 靠一些技巧 所以比較法 我這邊就講幾個案子 其實你會發現 比較法的討論 其實都比較偏向那個 防禦性的面向 那像這個Kilo案 其實跟我們大法官的 西四三號解釋很接近 不過它的結論 是被比較多學者批評的 那各位可能也聽過這個案子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紐倫等這個 這個城市呢 它委託一個民間業者去整地 就是去做那個都市更新 那它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等於把 民眾的土地徵收過來 之後把這個土地 再賣給一個私人公司 那所以這個Kilo 就等等的 當成就說 那你這樣就是 就是政府土地特定人嘛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土地呢 從我手上撥走之後 再給別人 這個就是那個 有點類似美和式的狀況 我去徵收那些人的地之後 就把錢 把土地都撥給日盛盛 那 那台灣大法官 就直接講說 這樣不行嘛 可貴美國最後的結論是核限的 就是他們覺得這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說 撥給私人 不代表說 這個私人 不會實現公共利益 還是有一些私人 有可能實現公共利益的 那所以你要確保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程序啊 有沒有 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整個 徵收跟移轉的程序裡面 你有沒有讓人家 能夠參與跟討論等等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當然美國這個看法 其實是一個 我必須要講 這是一個 我剛剛也講 美國自己也不是很喜歡的看法 所以 美國 那最好反應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 法律如果三上定 我就尊重了 因為立法者的判斷 其實是有它的空間的 反而這個案子做下來之後 美國各州 是違背這個案子的見解 就是有 很多的州就 因為這個案子之後 就直接修法說 我們禁止這一種 徵收私人土地 再把土地遺傳給私人的狀況 2005年之後 反而 司法機關說這個OK 可是立法者說 我們要放棄這個做法 所以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狀況 那在南非的話 我這邊舉的例子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那個 Gutterbaum的案子 那這個Gutterbaum的案子 就比較接近一種 給付式的請求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Irene 他們 這個 Gutterbaum這些人 他是 住在一個 南非的字都很難唸 所以我也沒辦法唸出來 反正就是一個社區 然後這個社區 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社區 所以呢 政府機關就說 好那我們就弄了一個住宅法 然後呢 在你們那個附近 蓋了一個比較好的建築 那 你們就可以搬到比較好的建築 可是各位這個現實的狀況是 這些人太多了 所以啊 他們就發現 我們這900個人 如果真的要搬到比較好的建築 我要等7年 他就說 人生有幾個7年啊 我為什麼要排隊排那麼久 因為有些人可能一年就排進去了 我需要等7年 他就跟法官 他就去法院打官司打什麼 他就說 7年太久侵害我的居住權 我應該要比7年 還要更快才能拿到這邊的權利 可不可以就 如同我剛剛講的 法院怎麼介入啊 法院介入的時候 他會變得很尷尬的狀況是 那是要法院來講 6年還是5年還是3年嗎 可是呢 南非法院是比較勇敢的說 在這個時候你要判斷的事情是 就是這些人在客觀條件上 他到底有沒有自幻新環境的一個迫切的必要性 正如同我剛剛講的 其實各位可以想像 按照國際條約的話 我可能一個基本的生活水準在這裡 可能在這個線那邊 但是我如果現在告訴你說 我就是剛好生活水準略高於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很抱歉 我應該可能就要比這些人比較晚拿到 所以最後法院綜合了所有事實 認為說 這個Gutabon這邊住的人 真的都太淒慘了 所以他們不應該等那麼久 於是就判決說 你應該要優先提供他這些東西 那法院當然沒有說優先要優先多久啦 可是至少他有個大方向告訴你的是 你就是應該要優先做 那這是那個Gutabon的案子 那伊麗莎白的這個案子 其實跟那個後面的 它就是 它是那個 那個也被破簽的一個案件 這個我可能就先跳過 這個我這邊的話 因為底下的印度的案子 跟這件其實是有點像 所以我想說就介紹印度了就好 就是這個Orga的案子 那印度的憲法其實是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憲法啦 他們在光是那個印度憲法所承認的官方語言 就有三十幾首 然後人口 各位知道他們現在比中國多嗎 那還有總性制度等等之類的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卡了很多的 我們很難想像的狀況啦 我當時真的最討厭讀的就是印度判決 因為印度憲法法 隨便一個判決都三百頁 然後根本就看不完 就算是本國 美國人自己都看不完啦 那他們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那個孟邁 他們就決定要驅逐人行道 要求貧民窟的人民要搬離開孟邁 那可是各位當時的民眾就說 我為什麼要離開啊 啊平民窟 so what 我就我睡在人行道上 我有辦法嗎 那重點是 你幫趕我走之後 我要去哪裡 各位可以想到就是 這種有名的議題 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他就去提提出說 你要驅逐的話 你應該要提供足弓生存的安全措施 其實各位你看這個主張 就跟前面國際公園的說法是非常非常像的 那我另外要提醒各位的事情是 其實這個案子做得非常早 他是在1985年就做成的案子 所以 那個時候的印度 其實就已經在想這件事情 當然我的認知是說 他們法院的威信不是那麼高啊 就說行政機關有時候掰鳥法院 現在好像好一點 那他們的看法就是認為說 法院就說 我們依照憲法21條的話 我們不能在正當法律程序下 被剝奪生命啊等等等等之類的東西 然後他去做了很多延伸 可是你會看到的是 其實他們的推論方法是什麼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路徑是一樣的 我不要去跟你講說 我要請你給付我一個安置措施 我講的是 在被驅逐之前 你應該要先做這個決定之後才能驅逐 所以呢 你因為你沒有做這個決定 所以你的驅逐違法 剝奪之前要有一些前提條件 對對對對對 所以法院最終就認為說 好那所以在這時候 你應該要給人民一些替代的機會啊 安置什麼什麼的 如果這些都做了 對方都不能接受的時候 你才能夠選擇驅逐的這個結論 那這個就是 OGA這個案子裡面的一個小小的啟發啦 好那這是幾個比較法上的案例 那我的結論其實 我這邊本來是要介紹的是說 就是整個台灣的法律體系在發展這種土地啊 權力受侵害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以前的想法其實也就是有土司有財嘛 所以你徵收我的土地 我就要給你補償 可是呢 現在我一直認為這條線一直在慢慢往前走 例如說七四三號解釋我們告訴你的事 就是剛剛講沒合適的狀況 你不能把我的土地拿給別人啊 就是就直接搶過來就給別人這樣子 這不是國家該做的事 那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七四七號解釋 這一號是那個指南宮的 地上權被侵害的解釋 你就會看到其實大法官在至少在台灣 他想的那個侵害 徵收跟補償已經不限於所有權了 當然這個東西其實還是一個民法的誤權啦 因為地上權是一個 法律民文規定的權 民法民文規定的權利齁 那另外一條路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強調 這一個合比例性的補償 以及相關的機制 然後呢再走到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還是 你如何的去強調那個程序的正當性 當然這樣講其實我知道 有些人是反對我的說法的 可能不是有些 可能是一堆 因為這個說法已經是一個 有一點點讓步的說法 就是我們的想法是 那就是我的東西啊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我的啊 我為什麼不能拿 為什麼我還要用一種 就是說我先退一步說 如果你要驅離我 我才能夠用這個條件來換 這個我想我只能跟各位說 這就是一個 我想要丟出來跟各位討論的問題啦 就是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會是大家想像中比較好的做法 我可能丟出來的話是相較之下 有機會說服法院的 可是有機會說服法院的方法 也不代表是各位在這個運動裡面 能夠接受的方法 那這個 我想當律師就是要勇於接受大家的批評啊 然後呢 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以我的角色來扮演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是那個 那個讓 就是那個負責在足球比賽裡面 把球調給前鋒的那個人 然後呢讓別人去射門得分 各位偉大的人都不會是律師 美國最偉大的就是法官嘛 有沒有 某某法官寫了一個驚人的判決 然後大家覺得很感動 可不可以法官寫這些東西的前提就是 我們要提供足夠的素材給他 那我覺得律師就在做這件事情啊 我沒有強調說 欸像那個 那個最近歐克菲爾這個案子 就是那個同性婚合法化的案子 各位你一定不會記得律師是誰 因為我也不知道 然後 欸沒有啦我知道啦 那算真實 那可是大家記得是說 欸某某法官在這個判決裡面 寫了一個很感人的話 可是我覺得 那不用我覺得別人很偉大 我就覺得我沾光啦 就這樣子 那但是我還是希望各位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不要太排斥 那個在法院的一些嘗試 我知道很多人其實對法院是非常的不信任 甚至非常的厭惡的 可是 總是有一些機會 讓我們可以在法院裡面說說話啦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說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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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的駐公園周宇秀律師 對剛剛也講了很多 就是實際上法院他可能比較能夠接受的說法是 呃 你要 你的權力被侵害之前 他必須先給你一些基本的保障 先有一些前提 他才能做這個侵害 但是 宇秀律師最後也提到說 這樣子其實是一個比較消極的想法或做法 雖然他 在法院上面可能比較能夠被接受 那但是 呃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實際上面臨這些被迫前處境的人來說 我們其實可能 呃 需要或者想要更積極一點的保障 那那個樣態 呃 那個保障的樣子會是什麼樣呢 可能要請大家 呃 分享大家想法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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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再從他們的專業來提供 呃 呃 呃 我們接下來大概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來進行Q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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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兩位,那後面那一位先生先 我想請教一下,用一下麥克風,因為我們有錄影 我想請教一下,現在因為我們面臨到的是 國防部對我們提起不當得利的迫見方式 然後就是要財富還地 那他這個不當得利的原因就是因為 以前他這個地,撥給一些將軍使用 那現在將軍使用了,他等於說 這個借貸關係已經消失了 那這個借貸關係呢,我想請教一下 他的借貸關係是,什麼樣形成的一個借貸關係 是不是要有簽一個叫借貸關係的合約 是不是有他的實現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問題 謝謝 就是波用這件事情,政府機關對人民的承諾 他是不是應該要一些書面的文件來確認 那他真的是一種借貸關係嗎 那是不是可以從這個地方來,政府可以來主張說 人民的使用是不當得利 那前面那位先生 對,Bob,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關於兩公約的部分 就是我以前比較不熟 然後我想,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這兩公約在我們台灣的現在的一些案件之中 他到底有...他的效力到底是有... 效力如何 對對對 因為一鏡... 欸,是一鏡嗎?還是... 小高好像也提到 就我們文案裡面其實也提到 有少數的案例 可能有... 兩公約的適用 那也許 兩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適用是如何可能的 在這些案件裡面 那還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還有沒有...OK 好,好 那這位先生先 那你下一輪 好,謝謝 大利士好 我是... 住在那個... 有公正 所有的那個道路用地 基地上 那個道路用地 是... 水... 那個水利費啊 是不能使用 只有台北市政府開闢道路 可以使用 但是他提告 財污繁地 他已經... 那個地區已經是共犯都根 他的權力變換 已經換到一個豪宅了 那這樣的還要告人 告了... 中令 他勝訴啦 那土地 也不能用 提告 有什麼意義呢 請讓我... 大利士解釋一下 那個... 道路用地 他提告 不能用 他也提告 就是好像... 選舉 勝訴 他還要... 還要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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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這個道理 他得到豪宅啦 還要告人 這個在... 在... 在那個... 公平上... 好像... 做不過去 他已經得到... 保障啦 他的... 他的... 潛意啊 他的... 土地啊 已經... 充分了保障 給他了 他還要告人 告人啊 也不能用 提告有什麼意義呢 OK 我想... 律師應該已經大概知道了 這個... 這... 感覺是一個很複雜的案件 就是說... 那個... 土地是水利匯的 然後... 後來變成道路用地 然後... 後來... 呃... 因為變成道路用地 所以那個土地 就被... 權力變換換成... 豪宅嘛 OK 那... 但是還要告你們這些原本居住者 財務換地 財務換地 OK 又告不當得利嗎 有 也是一樣告不當得利 還有補充一下 那個... 不當得利 喔... 財產級喔 助用的是公告地價的3% 但是他要求10% 他... 土地法97條的規定 10% 10%跟3% 差不多 就是... 比... 公告地價還要求更高 高很多的... 不當得利的要求 偏高啦 但是... 法院喔... 醫師都請求 90... 直地法97條 百分之10 百分之10 但是... 我有財產級 只有百分之3 好... 那可能看... 林靜跟... 呃... 余秀他們... 他們... 能夠掌握多少... 因為您... 一下子講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全部了解啦 那可能就是... 他們就他們... 就我們所知的... 就我們所知的部分 盡量... 盡量跟... 就是... 跟您來討論 或者是... 分析回答 OK 那... 你們兩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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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我的想法先跟各位做討論啦 其實... 其實政府機關告人這件事情啊 嘖... 在我來看 他一直都... 都... 就是一個... 呃... 公務員責任的問題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 四年前辦那個... 老委會跟官場公人的案子啊 過年會去說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 當年就是... 就是那些工人為什麼會拿那些錢是因為... 啊... 就是... 就是他們就... 就載留台灣前進大陸這樣子 那個... 那個年代就這樣 然後所以... 好啊... 你們老闆不見了 那... 他沒幫你們付的退休金 我先幫你店 然後後來過了很多年之後 突然老委會就說 啊... 那個...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店啦 那個是我先借你們 所以你... 所以時間到了請你們要把錢還來 那當然那個時候工人的說法就是說 啊... 怎麼會是... 借... 然後... 然後就變成一個官司 然後那個官...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官司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一開始監察院做了一個調查 監察院的想法是 那個時候老委會這筆錢出去 沒有交代原因 所以請老委會要交代原因 然後... 然後老... 那其實是職訊局啦 然後職訊局就說 我們也不知道原因 那就只好先告完再說 就是這樣子 那... 王金壽... 陳大政治系王英雄老師寫過一篇文章 因為台灣某種程度啦 還算是一個法治社會國家 就是... 就是說... 公務員在想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在想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真的有缺失的時候 這... 我要不要負責任 其實公務員在想這件事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很多時候他就... 反而會跟你講說 那你就去告嘛 如果告贏這個就是你的 可是... 你不要叫我要把這個東西給你 因為... 如果這是法院做的決定 就不是他的決定 然後不是他的決定 他就不用負責任 所以... 在這個時候很尷尬的狀況就是 因為依照法律的規定 就這個是... 以... 例如說某個機關 可能是主計 可能是審計單位 他的理解就是 欸... 這塊土地 這是你在管理的地啊 啊... 你管理的地怎麼有人在上面用 啊... 他在上面用怎麼沒有付你錢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承辦人有壓力 他就只好去做一個訴訟說 那... 不論怎麼樣就是要這個錢 你說是不是國家需要這筆錢 可能你現在的財政酒精是需要啦 可是... 公務員自己不需要嘛 因為他拿到這筆錢他也不會加薪啦 但是... 他背後就是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邏輯 去促使讓這些事情被發動 所以說...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講啦 就是... 我知道很多時候 有一些價值觀 公平啊... 或者是正義啊... 什麼的... 這可能... 這確實是... 某種程度的會被違反 可是... 我們... 不可能只在法院說這些事情啦 就是我們要講說 我們心裡想當然是公平跟正義 可是呢... 各位知道我們念法律人是 會用一些... 就是法律的職位去包裝公平跟正義這些事情 例如說什麼... 誠信原則嘛 有沒有... 例如說... 其他的比例原則嘛 正當法律程序嘛 那... 所以在這個時候 高尚的價值 必須要讓他能夠具體化在個案裡面啦 這是... 這個是... 可能我們在面對這案子的一些狀況 所以... 所以你看他請求的東西 他一定是先講嘛 其實他講的時候 他的目的... 我一直覺得這些人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拿到這些錢 他就是說... 反正我就先請求 那至於法院會不會判到這樣子 我不知道... 因為像那個... 土地法的10% 其實依法就是... 可以... 去調整的 很多案子都是5%啊 那... 那... 當然有些... 就是狀況比較糟糕的3%也有 那... 40%全判其實是... 比較少啦 說真的是這樣子 那只是說... 個案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 我很難guarantee 我很難保證 那所以... 像那個... 另外就是說... 這個... 國防部的... 這個部分的話啦 我... 我的理解是... 早期那一些... 那些眷社居住 因為... 因為有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法規嘛 就是... 不是眷改條例 就是更之前有些法規 就等於說... 默許... 農民可以無償的跟... 跟那個... 主管機關去借用這個土地 然後... 或者是借用這個... 房子來住 那只是說... 借貸的話... 依照民法的規定就是... 你要... 你的借貸可以一直到那個... 使用墓地消滅 那現在的話... 法院的詮釋都是說... 如果借的人... 掛了這個... 借貸墓地就消滅 那當然我在很多個案的... 判... 的抗辯都是說... 不是啊... 這個掛了... 他的遺卷還在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 榮民為國家付出很多的時候... 你怎麼會只照顧榮民這個人... 你當然要去照顧他全家... 可是... 這個說法其實... 我們也遇到很多障礙啦... 說真的... 法院很難接受 對... 法院就... 因為法官就會問你說... 那所以他到底可以接到什麼時候 他說... 那如果他的遺卷又生小孩... 那是不是就一直... 持續下去這樣子 這個... 這個... 我想一定是有一套說詞可以講啦... 那... 只是說... 我必須要講的是... 就是等於說... 我們現在看到瓶頸在這裡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是... 要想一個去... 突破這個瓶頸的方法... 那... 至於那個... 兩公約的部分齁... 齁... 在效力來說... 剛剛其實... 那個... 86有提到幾個判決啦... 但當然... 我... 我會不希望那些判決... 只是曇花一現... 那... 可是... 我們要很誠實的講... 兩公約其實不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法律... 因為他... 你會發現他其實都是一個... 價值性的宣誓... 例如說他就告訴你... 齁... 你要給人家合理的替代方案... 可是有個問題是... 合理的替代方案... 這個東西本身... 沒有那麼明確... 不明確... 他不會告訴你說... 說要給集體嘛... 對啊... 要幾個房子嘛... 要幾個衛浴設備... 這東西還是... 需要在很多個案裡面去抓... 所以變成說... 很多的法官其實是把... 兩公約當成一種... 就是價值取向的東西... 例如說... 宣誓性... 對... 也沒有到那麼... 我的看法是說... 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文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說... 誒... 這是指引我解釋這件事情的方針... 例如說... 我剛剛講有一個... 法律的名詞叫做... 誠信原則... 就是誠實跟信用... 不... 這是廢話... 因為做人就是要... 符合誠實跟信用嘛... 可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我才會講說... 這是有誠實跟信用的... 那你如果... 依照兩公約的精神就是什麼... 就是... 你應該要盡量去... 朝著那種... 給替代方案的做法... 這可能就是一個... 解釋的方向... 他不會變成... 我就是直接違反這個公約... 我可能會說... 他其實... 他還是違反某個條文... 可是這個條文做解釋的時候... 他要去符合公約的精神... 這是一個比較... 間接的做法... 可是... 呃... 相較之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 有機會說服法院的做法... 那當然... 我還是不能保證說... 在個案裡面... 法官... 到底會被我們說服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回應... OK... 來... 怡經...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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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華光... 就是華光社區後來... 就是有... 有... 以兩公約為依據... 然後對於行政機關... 就是執行破遷相關的那些機關... 就是去提起行政訴訟... 那... 這個後來也是敗訴的... 所以... 呃... 的確在現況下有一些困難... 因為他很... 他欠缺了... 就是和... 呃... 法院比較熟悉的... 現行的... 國內的一些法律之間的銜接... 就是說... 呃... 有簽兩公約... 然後... 呃... 照... 就是理論上來解釋... 就是法... 就是兩公約他的... 他因為有實行法的關係... 所以他的位階應該要介於... 就是... 應該是在憲法和... 就是一般的法律的中間... 可是... 就... 對法院來說... 這件事情他很難去想像說... 哦... 那這樣這個層次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規定... 我應該要怎麼樣把它落到實際的個案裡面... 去用這個東西來做判決... 這真的...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一件困難的事情... 所以其實現在... 就是... 都注意會... 就是... 呃... 就是... 各個破線相關的組織... 就是... 開始會把一些注意力移到說... 就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 就是... 介於法... 憲法跟法律中間層次的這個... 呃... 呃... 一些要求... 把它... 呃... 試圖把它拉到... 一般法律的層次上... 就是... 呃... 也許透過一些制度上的修正... 等等的... 把居住權的一些要求... 讓它能夠落實到... 法律裡面... 這其實也是在做... 呃... 依照兩公約的事情... 把各個行政機關照... 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可是... 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 各個機關他們所主管的法令... 都還沒有... 就是... 就是真的去... 檢討說到底要怎麼樣把... 公約要求去落實到... 法律裡面... 就是要修法跟立法... 定立出符合兩公約要求的... 法規... 對... 因為... 就是... 讓它變得比較具體之後... 法院它才會... 就才能夠鼓勵更多法... 更多的法官願意去... 用這個東西... 然後... 以及... 我們也... 我們也更能夠去... 就是... 呃... 就是... 和行政機關去... 去爭取... 就是爭取說... 他們的行政措施應該要更... 更... 更落實公約的要求... 這樣子... 那... 像... 借貸或者是... 其他案例... 我覺得... 可能宇秀都... 已經... 講...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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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即時性的提問跟回答... 有它的極限啦... 可能還是要看各個案... 各自的... 那個... 資料... 然後還有證據... 才能夠... 才能夠詳細的說明... 或是給出方向... 那... 好吧... 那我們還有... 還有一點時間... 可以來第二輪的... 的... 提問...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朋友要... 呃... 剛剛... 剛剛那邊有一位嘛... 然後... OK... 後面還有一位...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問一個問題... 因為... 今天其實主要是在講... 非正規住居的問題... 那... 其實我剛剛有想到一些... 呃... 今天提到的都是一些... 非正規住居的一些案例... 或者是一些困境等等... 可是我有想到的是... 那如果是正規住居的話... 是不是也有一些困境要處理... 比如說... 像... 新莊樹林一代有一些... 瘟子菌的那個... 都市計畫也是面臨到... 未來可能要... 破千這樣子... 那... 當然都是一些美好的夢畫... 想要讓心中再次偉大之類的... 對... 那... 那... 那這些困境... 會不會有什麼困境... 然後需要去處理的... 那... 或者是說像一些... 政治人物也是在狂提一些... 社會住宅這些等等的... 那... 那... 這些... 會不會未來也會有潛在的一些困境要處理... 然後第二個的話... 像是... 呃... 在... 這些案例中... 那... 呃...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可以做... 繼續做爭取的... 比如說要求... 呃... 強制開什麼... 聽證會等等的... 或者是... 呃... 打行政訴訟... 然後要求國家賠償等等... 那... 或者是說...呃... 能夠去翻轉那種... 呃... 違章建築啊... 丁子戶這些屋名... 或... 然後... 翻轉這些文化霸權等等... OK...大概了解... 你剛剛明明就說一個問題... 好... 沒關係... 後面那位... 呃... 其實我想要說一下... 就是說那個兩個公約... 我覺得... 其實是蠻廢的... 就是說他... 他... 主要是因為他不具有強制性... 就是法律本來像電腦程序一樣... 他盡量想要做到像電腦程序一樣... 就是對錯...對錯... 然後能夠執行下去... 然後公約只是一個口號而已... 他沒有強制性... 所以我覺得... 他的存在沒有他的必要... 只是說... 因為政客人... 他居然沒有經歷... 他就說我經歷了... 那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經歷... 然後...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沒有很大... 然後我想說... 呃... 剛剛他有說到說... 想要看到台灣... 這個... 這一部分在世界的... 世界的一個... 那個位置... 但是我... 我好像沒有聽到啊... 就是我... 我更想要了解到這一方面... 就是說... 我覺得相較之下... 美國是一個法治性比較強的國家... 然後我就可以... 多講一下... 就是說美國在... 這些案例普遍的那個... 就是說不是講數據... 而不是講個案... 就是說講... 數據說這種... 這個問題... 然後... 比較單純的這種問題... 然後... 呃... 就是說... 呃... 被... 被破簽的那個... 那一方勝率的... 勝率是多少... 這樣子... 就是他贏的那個... 那個... 比例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就是說要... 要看這個問題的話... 要從一個... 比較大的角度去看的話... 就是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所以要比較從大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想... 就是說... 一般... 這個案件在美國的話... 是... 就是說... 比例是說... 呃... 被簽的那一方贏... 還是說要求簽的那一方贏... 然後... 就是說... 就是說... 被簽的那一方贏的... 就是說... 那個比例比較大的話... 那他們那個... 他們的法律是跟我們... 是有哪邊的不一樣... 然後...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去... 就是說... 去參考他們的這樣子... 就是說... 現在問題其實... 主要就出現在說... 沒有一個... 確切的一個... 法律條規... 就是你沒有辦法強制... 它不是有強制性... 所以我覺得... 現在問題就只是說... 要一個新的法律這樣子... 對... 那恐怕不是... 一個新的法律就可以解決... OK 剛剛... 還有人舉手嗎? 沒有... 你剛剛有先舉對不對? 對 OK 喔... 你...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最後還有一輪問... 應該還可以再一輪問題... 就是... 因為... 其實... 都市有它一定的容受力... 所以就是... 像... 各種建案在推... 都更的時候... 他們會說... 他們釋放了多少的... 獎勵容積... 就是... 多少的公共空間... 然後拿到多少... 嗯... 就是他們透過... 釋放... 嗯... 公共空間的方式... 拿到獎勵容積... 可是... 事後他們... 那些... 應該是要去增加... 都市容受力的那些空間... 最後變成了門禁社區... 那這樣會不會算是... 就是... 戰屋或者是... 戰地的一種... 案例... 或者是說... 嗯... 因為徵收之後的使用方式... 它其實會... 強烈的影響判決... 所以說... 公辦都更... 它利用了更少的獲利... 然後... 去... 去推動... 像是社會住宅什麼之類的... 那它算是對社會有... 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 可是它其實也是... 幫助了少數人... 有私有獲利... 那... 怎樣程度的... 私有獲利的比例... 或者是公共利益的比例... 算起來... 它才不會去... 嗯... 法律是怎麼解讀... 它在私人獲利... 跟... 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 我想問的是... OK... 謝謝... 那等一下最後一輪的話... 就是你跟那個... 文理... 然後... 看還有沒有要... 不過我們先請他們回應... 回應吧... 那問題我覺得都滿難的... 一個是... 這次換... 換你先... 換你先啦... 這次問題滿難的... 你們都記得齁... 那我就不摘要了... 因為我快忘記了... 聽起來第一個... 第一個是問... 就是... 非... 非... 怎麼講... 不是... 非正規住居... 也就是正規住居... 住居的居住權... 如果受到侵害的話... 怎麼辦... 那還有就是... 在... 法律或行政程序裡面... 還有沒有其他的... 努力的... 空間跟方式... 那第二個是... 就是... 呃... 有沒有... 比較實際的... 從... 比較大的數據去看說... 呃... 哪一個法... 怎麼樣的... 法律定定... 他可能對於... 呃... 破千... 或者是對於這些議題... 他有比較有幫助... 對... 他走一個... 走一個... 大數據路線... 那第三位則是... 呃... 第三位是說什麼... 哦... 就是... 怎麼講... 公辦都更這類型的... 以公共利益... 為名或為前提的... 呃... 都市更新... 或者是說... 土地的重新整理... 那他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公共利益... 他那個公共利益... 跟私利之間的比值... 是... 有沒有一個... 可依循的規範... 還是說... 呃... 我們應該怎麼樣... 來評量... 評價這件事情... OK... 那... 就先請... 來試著... 回答... 好難喔... 呵呵呵... 超難... 呃... 好... 第... 那個... 第一個問題啊... 就是... 正規住居的困境... 其實正規住居... 的困境... 也是蠻多的... 就是... 呃... 有興趣可以翻... 剛剛講的他們手冊... 對... 就是... 呃... 就其實還蠻多... 還蠻... 呃... 除了... 正規住居和非正規住居... 它的差別是說... 就是... 非正規住居... 它沒有一些... 就是... 法律上... 很根本的那種... 就是... 就是... 呃... 最一般的保障... 就是它欠缺這方面的保障... 可是其他的... 困境... 基本上... 很多都是共通的... 那... 呃... 就是... 所以... 呃... 剛剛才會... 特別提到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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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就是... 他可能常常都是會宣稱說... 呃... 就是... 我有很高的公共利益啊... 然後... 我這個... 就是有必要... 就是... 我必須要... 呃... 新建航空城... 我必須要... 就是... 讓新莊再一次的偉大... 等等的... 就是... 用這些東西來講... 自己有很高的公益性的必要性... 可是... 這個東西... 呃... 他是很難去... 經得起檢視的... 因為... 就是... 當你今天把... 就是... 好...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 就是讓新莊更... 再一次更偉大這樣子... 然後... 呃... 呃... 這個東西... 和... 呃... 就是... 新莊... 瘟子座那邊拆遣... 然後... 你有多少人要因此流離失所... 然後那邊原本的就是... 呃... 就是好幾十個工廠... 然後... 裡面有數百個工... 的... 個員工... 他可能會因此而... 而失業... 那... 兩者之間... 就是... 只要這樣一對照... 然後... 你去對照說... 這個... 那個瘟子座那邊... 重... 重畫之後... 他之後要開發的是... 就是... 大部分都是化成... 商業區跟住宅區... 那... 住宅區... 他們想要打... 就是... 所想像的那個藍圖... 他是想要規劃成豪宅... 所以... 你一旦去對照說... 就是現在的那個空屋... 綠... 你就會... 甚至是新莊那... 那一代的空屋... 因為新莊那邊... 他... 前幾年才剛有... 復都心的... 那邊的重畫... 那... 你現在又多了一個瘟子座... 那... 你這樣一對照... 你就會發現說... 哦... 那... 想要蓋的那些... 呃...房子... 他其實只是... 會成為未來新的空房而已... 他... 其實... 就是... 只是外表上的好看... 但是他實際上... 就是... 他沒有辦法讓... 呃... 有辦法住在那邊... 所以... 那... 這時候... 那個... 所宣稱的那個公益性... 他其實就會被畫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 如果說公共利益... 他是... 他是... 就是... 呃... 怎麼講... 一群人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 利益的集合的話... 那... 就是... 你蓋成豪宅之後... 然後他變成空房... 然後他只是... 房地產炒作的工具... 那他的那個... 他到底... 利益到誰... 他其實... 也就只有那些... 就是投資客... 嗯... 就是... 有辦法賺到這個東西... 那... 另外就是... 另外的困境就是說... 嗯... 就是... 在這些規劃或是計畫... 它形成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是... 都欠缺的參與... 就是... 你今天如果是... 嗯... 很... 就是... 你是可能會因為這個計畫... 受破千的人... 可是當你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 會被受破千的時候... 這個計畫... 他已經大致上... 已經底定了... 所以你很難再去... 回頭去講說... 喔... 這個計畫... 就是... 他哪邊有問題... 然後他的... 工業性跟必要性的那個... 那個衡量... 他是... 就是... 很明顯偏向某一方... 而且沒有辦法為當地的居民代理... 你這些東西都已經... 他基本上在前期都已經... 定定了... 你很難再去... 後面再去... 再去... 再去 argue 這些事情... 那... 就是... 其實這就是... 嗯... 就不只非正規駐居... 被排除在這些... 這些事情以外... 其實正規駐居也是一樣... 那... 所以... 好... 就是... 也就只能... 就是... 嗯... 然後... 就是我們就只能... 去想說... 就要怎麼樣在制度上... 就是盡量去把這些困境... 去把它... 就是盡量的去克服... 讓它之後比較不會發生... 然後... 剛剛提到說... 公約的意義不大... 其實... 的確就是在實際上... 在現在的那個... 法... 法院實務當中... 或者是說... 行政機關的那個... 呃... 大部分的行政機關的作為上面... 好像... 有簽兩公約和沒簽兩公約... 好像影響... 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 破簽... 我們還是很常看到... 有各種破簽爭議這樣子... 可是... 呃... 我自己會覺得說... 就是... 它看... 公約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實用性...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就是... 它是一個... 呃... 規範性的... 引導... 就是你會知道說... 呃... 就是... 有一個... 因然東西在那邊... 然後... 呃... 呃... 我們要逐漸的讓我們的... 就是... 制度或是政策... 逐步的去符合那個... 那件事情... 那... 呃... 我覺得這有點... 有點微妙就是說... 呃... 感覺很多... 好像台面上政客就是在講那個... 兩公約的時候... 就政治人物或... 政府機關... 他們很像是在作秀... 可是有時候他們這種作秀心理... 有時候是可以利用它的... 對... 就像是... 呃... 就是台灣簽了兩公約之後... 然後算好像沒有什麼在用... 可是... 就是台灣為了要表現出自己很積極... 想要成為就是... 國際社會裡面的好寶寶... 所以就是... 雖然沒有參加聯合國... 但是還是自己辦了公約審查... 然後在公約審查裡面... 就是會去報告說... 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啊... 什麼的... 然後... 呃... 就是... 行政機關也會提出一些法律... 法律提案... 就是他們在修法的時候會講說... 啊... 我們要落實兩公約啊... 然後所以訂了哪些規定... 所以... 雖然看起來就是... 你... 它沒有... 它不是一步到位就是說... 哦... 那個... 立刻就已經全部落實... 然後立刻就已經全部都沒有破簽... 可是... 就是... 或許... 就是... 某些作秀心態它是可以利用來... 然後去... 就是逐步把這個... 把這些我們覺得很不好的現況... 然後... 呃... 就是逐漸拉向... 就是... 我們覺得比較符合... 就是公約那些規範性引導的... 就是... 的... 那個高度這樣子... 那... 這當然就是需要非常多的... 非常多... 呃... 努力的過程... 對... 好... 先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請宇秀... 好... 我可能要先跟各位抱歉... 因為... 那個... 那個... 在找我...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 去談完... 我就要先去處理我的案子... 那... 呃... 我大概回答幾個方向啦... 就是... 我可以感受到... 問問題的朋友應該... 就是... 可能是理工背景的啦... 那... 我覺得... 這種... 就是... 就是... 有些人會對法律有一個期待... 就是說... 它應該要像是一個程式... 一個program一樣... 就是... 我有很多的參數... 然後呢... 我只要把這個參數... 丟到這個東西裡面去... 就把一個... 扣引... 丟到這個參數裡面去之後... 就會得到一個答案出來... 那... 但是... 我自己... 呃... 我當然不是理工背景啦... 然後... 但是... 而且... 我們在很多概念... 我... 是... 是可以想像... 就是說... 長遠的未來... 有可能發生成這個樣子... 可是... 至少在現在... 我會覺得有那麼... 一點點的困難啦... 畢竟... 呃... 所謂的參數... 其實是一個價值的判斷... 所以說... 嗯... 在很多時候... 每個人... 對於... 有一個事實在那裡... 可是... 每個人對於這個事實的評價... 不是那麼完全的相同... 那... 所以... 相對的是... 當你這些東西... 到了行政機關... 或法院的時候... 他們會... 就... 必須要去擔的一件事情是... 這麼多人... 對同一個事實... 有這麼多不同評價的時候... 我... 該... 怎麼樣... 去... 組織... 以及... 去... 調整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會... 有點辛苦啦... 那... 我為什麼會... 先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 剛剛其實... 應該兩個朋友都有問到說... 欸... 怎麼樣去... 例如說... 怎麼做公司的比較啊... 或者說... 在數據上... 能不能夠給我們一些... 什麼樣的答案... 那... 我必須要講的是... 我... 我可以想像那個... 各位腦中的那個... picture... 大概長什麼樣子... 可是... 我會... 真的覺得很辛苦... 現在... 現在的發展方向大概是說... 至少我們... 應該要想辦法把那個... 必須要去討論的參數都列出來... 例如說... 我在一個... 呃... 這種土地的... 都市更新案件的時候... 我應該要考量的點... 到底是有ABC... 還是ABCDE... 然後可能就是慢慢列... 那... 那列了之後... 第一個有沒有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先討論...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 當每個東西都列出來之後... 那每個東西的... 配分是多少... 誰比較重要... 對啊... 這個其實就是... 下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 這個問題... 我們在那個... ETC案的時候也超過... 因為... 那時候它就是說... 民眾用路安全佔百分之十嘛... 然後廠商跟... 廠商的那個... 什麼... 營運的效果佔百分之五十... 等等... 那你就說... 那人民放哪裡...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可以討論... 可是... 呃... 這不是一個那麼完美的事情... 只是說... 呃...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去做這個比較的時候... 其實... 至少我們... 要先想像的是... 我們應該要把哪些東西拿出來討論啦... 那... 除此之外就是... 我... 因為在美國我也沒有待很久... 我好像只待了九個月嘛... 然後就被人家趕回來... 先生到齊了... 那所以說... 我在那個美國法的研究... 其實也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透徹啦... 尤其是像這個土地東西... 其實它是州法律... 嗯... 然後那美國加上... DC其實是五十一個區域... 所以你如果問我說... 五十一種法律... 這個... 這個... 這五十一個法律到底勝敗比怎麼樣... 我... 我說真的我手邊沒有資料啦... 那... 但是我要講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 同才檢視其實是一個聯合國的機制齁... Urversal Period Review... 簡稱UPR啦... 它是每... 四年在那個... 日內瓦做的一次... 就是各個國家要去聯合國... 報告一下你們現在人權實行的狀況... 可是這個組織其實很尷尬... 因為你如果要談人權實施狀況... 就代表說你勢必會去... 檢視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檢視的時候就會被... 你就會聽到一句你很常聽到的話... 然後... 所以那個... 聯合國也只敢去... 看說... 你們那些條文是不是都有寫出來... 那... 你如果要帶這個個案去跟他講說... 欸... 我們就是這樣... 它... 其實也... 很難去...去處理啦... 所以那個... 呃... 呃... 我們UPR的機制其實... 呃... 當然可能它其實在效果上... 也不是那麼好... 那... 我也很贊成的是說...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各國... 就是在... 呃... 訴訟狀況勝敗什麼的...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分析的時候... 我覺得都要非常的... 非常的... 小心... 因為... 同時會有職根量的考量嘛... 為什麼... 因為... 像我們當律師... 我最怕人家看勝敗... 因為我是做行政訴訟的律師... 然後行政訴訟的話... 各位就覺得... 這樣很高耶... 很淡... 就是我如果去打棒球都沒辦法... 有沒有... 打幾乎兩成也被刷掉啊... 所以說... 可是跟行政訴訟比算很高啊... 對啊... 就是大概是這個... 舉例啦... 那我只要講說... 所以... 所以你看如果... 在這個時候的數據背後還要去... 呃... 呃... 當時到底事實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呢... 它能夠把這個事實... 解釋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 都... 還是要去做一些... 比較... 呃... 呃... 那這個... 然後... 嗯... 至於那個... 正規數據的部分... 我必須要講... 其實有... 有法律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 法律的... 呃... 法律的模糊地帶啦... 畢竟... 嗯... 很多... 我剛剛也講了... 像文靈院這種狀況... 它其實就是正規數據啊... 因為裡面的人就是... 就是... 我就是有產權啊... 我就是這個房子裡面的人... 可是... 我的遊戲規則就是... 這個時候可以用多數據... 那... 那... 怎麼樣決定這個多數... 你看你會遇到這個問題啊... 我如果要做多數據... 我要三分之二... 還是四分之三... 那... 好... 那... 上跟下其實都會有一些操作的空間... 所以... 我們也不能... 不可能講說... 正規數據就... 一定不會有問題... 畢竟在... 這些遊戲規則底下... 你不會... 你... 我們也絕對不會是... 那個遊戲規則... 就是最... 最有... 最有勝算的人啦... 這是我一個很簡單的回應... OK... 聽起來就是... 正規數據也有很多問題... 那... 主要的問題會在... 就是... 行政規則... 也就是... 破欠發生之前呢... 還有很多程序... 那我們可能... 一個是... 主張這些程序必須要完備...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程序沒有完備的話... 那... 就會遇到... 困難... 就會... 發生各種的破欠... 或者是... 權力的侵害... 那我們也許... 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些程序盡可能完備... 那完備的方向在哪裡呢? 也許... 兩公約它的指引... 會是... 一個修改的方向... 那... 雖然兩公約它沒有直接的效果... 但是... 至少政府是要面子的... 我們都... 俗話是說... 戒假修真... 就是... 政府只是口頭上說... 口頭上... 要這個面子... 但是我們就逼著它說... 欸... 你要面子是不是... 我們做面子給你... 兩公約... 你要兩公約... 那兩公約的規定是這樣... 那你要做還是不做... 你不做的話... 就是被國際恥笑... 你做了可以得到... 國際的讚揚... 不是都說要讓台灣再次偉大... 要讓台灣被國際看見... 那... 這就是一個... 被國際看見的... 好方法... 所以... 某種程度上... 如果大家有遇到這些案例的話... 我們幾年一次有兩公約的審查... 那個... 三年... 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會有兩公約的... 那個叫什麼... 印子... 國家報告審查... 然後人民會有... 民間版的影子報告... 這個時候... 如果各位有受到... 類似的侵害的話... 那請... 務必盡可能的... 來參與... 至少了解一下... 那個... 國家報告跟... 民間版的影子報告... 這是怎麼運作的... 也許你有機會把你的案例... 跟... 審查委員講... 審查委員就會去罵政府... 罵政府... 政府臉上不好看... 那就至少會想一些... 也許會想一些辦法去處理... 那剛剛還有最後兩個問題... 我們... 把握時間... 趕快問一下... 就是... 我以大觀社區的例子來說... 好... 就是我們有跟... 我們金管機關是退府會... 然後就是談... 替代方案... 就是補償跟安置... 那好像就是... 退府會對安置... 安置比較有回應... 雖然也不是... 他有誠意... 可是就是... 就是... 他們對補償就是... 一概不理... 就是說他們... 與法無懼... 那好像就是... 我們要一直主張說... 我們居民是... 非常弱勢的住戶... 然後才能拉抬我們... 就是提高我們的正當性... 說我們有... 這個居住的需求... 可是其實我們有些住戶... 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 就是... 一般定義上的弱勢... 對... 他們沒有那麼... 實際上也是沒有那麼弱勢... 那也不會真的說... 遭到破欠之後... 就無家... 無家可歸... 可是像不當得利... 跟拆遷費... 有些... 也是高達... 一百萬... 那對生活來說... 也是非常大的影響... 他們也是透過貸款... 去繳清那個不當得利... 可是我們在... 坦替代方案的時候... 好像就沒有辦法... 為他們爭取到補償... 因為好像就是... 會變成... 我們如果談補償... 就變成是... 我們只要錢... 然後第二個是說... 就是... 我們在談... 侵占國有地... 我自己會覺得... 侵占國有地好像是個... 就是我會覺得是... 是個問題... 就是... 國有地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 那... 因為像大官是... 板橋林家是... 送給蔣松美齡婦聯會... 那塊地... 然後後來才被... 移轉成國有地... 那我會覺得說... 那... 就是國有地... 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像一講... 政府一講說... 我們是侵占國有地... 那我們... 就是我們居住在... 這上面的那個... 震盪性就馬上被削弱了... OK... 了解... 那再來... 我... 兩分鐘 我是比較... 聽了之後... 非常悲觀... 就是說... 好像都一直論述... 在這個... 中華民國體制的... 司法... 的... 這一個... 這個範疇裡面去看... 尤其像... 就是說... 從... 當一個... 法律達人... 這樣子... 一直深陷在這個... 司法... 方... 方式裡面的思考... 讓我是覺得... 很悲觀... 因為從... 二戰之後... 這一個... 被委託來... 托管的... 蔣... 借實軍權... 蔣... 借用托管... 佔有台灣的這塊土地... 他為王... 也就是說... 他告訴全台灣人... 你的都是我的... 你要的我會給啦... 但是給什麼... 我蔣介石決定... 我蔣介石的... 中華民國憲法決定... 那... 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想... 請教一下... 我們... 這個今天主角的女士... 你從台大城鄉所... 所看到的一個所謂的... 呃... 從... 立法... 授予... 國土概念的... 狀況以下... 你對台灣... 現在的年輕人... 怎麼樣去... 佔有土地這件事情... 能不能... 做一些開示... 就是說... 當... 蔣介石政權... 把台灣的土地... 占領了之後... 現在的台灣年輕人... 如何... 把這個被... 占去的土地... 占回來... 有什麼... 技術性的... 這一個... 呃... 必要的知識跟能耐... 去具備... 這方面是不是能夠請你... 多開示一點... 謝謝... 我其實覺得... 文力兄今天問題蠻好的... 就是如果我們... 拋開教條的部分不管的話... 其實就是... 對啊... 我們這一代... 或者是說... 我們這個世代的... 這些人... 在場這些人... 怎麼樣... 合法或合理... 或至少是... 比較有意義的... 重新取得這些土地... 有沒有一些... 法律或政策... 或行動上面的建議... 我其實覺得... 這... 的確是一個... 嗯... 可以問的問題... 那也請兩位... 就是回應一下... 順便做最後的... 總結了... 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然後... 余秀也還要趕時間... 還是你要不要先回應... 回應完... 然後就... 對啊... 對... 我想... 我想... 對啊... 陳... 我一開始講的... 我覺得我的論點... 當然不能每個人都認同... 這也是事實... 然後... 那我簡單... 就是... 底下幾點... 做成... 今天的總結... 其實... 我覺得... 剛剛兩位的問題... 對我來說... 有點類似... 因為... 對啊... 為什麼... 我今天來這邊... 住在這裡... 我就一定要... 符合... 這個地方的要求啊... 我最近... 我之前... 我之前接的一個案子... 是那個... 呃... 違背律師倫理... 就稍微... 隱瞞一下內容... 就是說... 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定... 齁... 那... 它有點... 就是... 跟一般人取得土地的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那個原住民的保留地... 就是說... 如果這個原住民啊... 是在國有地上... 就是... 就是在使用或者是什麼... 它可以去跟... 地方機關去做那個保留地等級... 就是... 就是... 這算是國有地... 可是因為我是原住民... 我在用... 那我就可以合法使用... 我也不用付你錢... 這是一個... 以特殊的狀況... 的一個處理... 所以... 那... 可是你會發現到這個國有地... 其實來源都會非常的莫名其妙... 因為... 你從那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資料啊... 一開始其實... 其實都是寫說... 這個地是一個... 原住民的... 然後呢... 結果日本政府來之後... 就說... 可是你們拿這個地要幹嘛... 就... 然後日本政府有了之後呢... 那可能日本政府就... 再把它移給一些... 日本的產業... 或者是其他人... 或者是就... 又回租給這個原住民... 然後呢... 再來... 就... 就知道就是... 就是那個... 1949年之後... 然後呢... 拿回... 那整個... 整個政權... 又交替... 然後... 就全部接管... 那接管之後呢... 問題是... 其實他們也不care那個地... 為什麼... 因為... 那個地就是在神山裡面... 用不到... 然後後來他就說... 可是又清查怎麼辦... 但是他們又是原住民... 所以... 就有一個這麼樣... 奇特的狀況產生啦... 我不否認的事情是說... 其實這些... 其實法律的東西... 本身都是抽象的... 都是一些... 呃... 可能是...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遊戲規則啦... 但是... 呃... 我們... 身為宋師啊... 就是... 就是... 我們必須... 我...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其實都在做兩個面向的事啦... 就是... 第一個是... 當你要進入體制內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善用體制內的武器... 來... 幫你的當事人去做回應... 我也... 華民國憲法啦... 我覺得基本國... 就是... 尤其是那個... 曾用條文的基本都是包削啦... 對啊... 什麼經濟跟... 環保... 兼仇病故... 屁啊... 什麼可能... 然後... 就是... 兩個選擇啊... 一個就是你推翻他嘛... 你在... 你在運動的時候你可以說... 我超級不認同我要推翻你... 可是當你進了法院的時候... 你不能期待法院去推翻他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就是... 我們就只能夠說... 很抱歉... 這個是... 這個... 但是... 我相信在我們的價值觀裡面... 這件事情應該要是能夠被解決的... 所以... 呃... 總歸究底是... 呃... 我... 我不想... 呃... 在...在這些案例裡面... 我們很多的討論可能... 大家現在都還是走在一個比較... 呃... 負面或是什麼樣的狀態... 但是... 我覺得其實... 包括哲伍團隊... 包括... 呃... 在座很多的... 志工以及當事人... 其實我們都... 一直的想要把這個問題... 給... 讓大家去做... 做一個了解... 跟做一個... 包容跟認... 不能講包容... 應該說做一個認同...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 很多時候是... 你必須要期待大家... 先理解你的困境之後... 你才能跟大家討論說... 所以我們該如何... 一起去走出這個困境... 那...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 他當時就是說... 雖然已經是我第四次講這個題目...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應該要來... 那... 這是我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回應... 謝謝... 謝謝宇秀律師... 盡可能的互相理解... 然後... 盡可能的... 盡可能去談... 要先... 真的努力的談... 才會有接下來的機會... 那接下來請宜靜... 呃... 好... 我先就是... 回應一下那個大觀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還蠻... 蠻感同身受... 因為... 呃... 就是幾年前... 就是華光還沒有... 全部拆完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 面臨了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還蠻... 某種程度上還蠻兩難的... 因為...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 必須要... 好像被迫要用弱勢這樣的論述... 來讓就是... 居民合乎某些狂狂... 這... 呃... 我覺得這好像真的還蠻... 就是在拆遷的時候還... 的這種... 呃... 狀況下還蠻... 普遍就是說... 你用弱勢的論述來談... 你好像... 呃... 比較容易被大眾接受... 然後比較容易被行政機關接受... 然後相對... 比較容易用這樣的接受... 去換到一些資源... 可是... 你知道... 呃... 用弱勢的論述去換到那個資源... 它其實是... 非常有限的... 它有它的極限在... 因為... 你馬上就必須... 要去... 就是要去... 落入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 那... 弱勢要怎麼定義... 哪些人算是弱勢... 然後... 然後你就... 必須要... 好像要把一些人排除掉... 你才有辦法繼續使用這個論述... 可是... 就是... 所以... 呃... 當然就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是如果我們不要那麼窄話去想弱勢的這件事情... 其實... 非正規住居... 它... 它在社會上或是在整個... 呃... 就是我們所主流的文化裡面所習慣去談的... 呃... 就是... 都市發展論述裡面... 它... 不也是... 它其實是... 呃... 的確是弱勢... 但它不是... 就是... 呃... 一般來說... 就是... 一般... 所謂的那種社會經濟... 對... 或者是... 或者是... 身體上有障礙的弱勢... 它其實就是... 可能居住權上的... 弱勢... 對... 或者是說... 政治上的弱勢... 被... 被整個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 可是... 就是... 你沒有辦法這樣子去跟... 去跟政府談... 所以... 呃... 我其實覺得就是... 就是... 因為這樣的狀況... 所以... 我... 就是覺得說... 像是... 就是... 大關就是常常... 就是會去談說這個歷史的過程... 然後... 然後... 或者是說... 呃... 就是... 很多團體就是會去談那個居住權等等... 這其實都是在... 我... 我認為說這個其實是在補充這個... 大家比較容易接受的... 這個弱勢論述的... 就是... 他其實在補充... 你必須要去考慮的... 呃... 視角... 然後... 再試圖去平衡... 就是... 平衡那個... 就是... 呃... 比大家比較容易接受這個弱勢的論述... 所以... 呃... 某種程度上... 但就是... 但就是有實際上的考量... 就是... 你一定會有這種... 就是反思跟掙扎... 這真的是很困難... 那... 也很考驗在其中... 就是... 呃... 就是... 要怎麼樣... 有... 有智慧去運用... 就是... 這些不同的... 論述的框架... 對... 因為... 就是... 的確... 你可能... 如果有的時候... 不跳入那個... 大家聽得懂的框架裡面... 你很難去... 呃... 很多居民能夠得到需要的資源... 可是相對... 你可能又必須要付出一些犧牲... 那... 呃... 對... 就是... 好... 加油... 然後... 另外就是... 呃... 就是... 最後那個問題啊... 怎麼樣把土地佔回來喔... 我覺得... 其實在有一些國家... 就是他們... 就是如果說... 就完全拋開什麼法律的這些... 對我們的限制等等... 其實像... 呃... 就是... 有一些歐洲國家等等... 他們就是會用一些戰屋的行動... 然後... 用這樣子比較激進的行動... 然後去挑戰大家... 既有對於... 法律或是所有權的想像... 然後去談說... 其實... 就是... 你那個有所有權的房屋... 可是它空著... 當然房屋跟土地... 反正就是要為人的居住所存在的... 所以... 今天我去戰屋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有更高的正當性... 就是去挑戰大家所... 習以為常那種產權的觀念... 那... 呃... 可是如果你不要這麼激進的話... 就是... 我其實覺得說... 呃... 就是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其實很多相關的制度... 就是相關的體制... 它本來就已經... 它... 經過... 就是很長的過程... 它本來就存在了... 那... 你要怎麼樣... 就是... 所以... 也許另外一個... 重要的思考角度是說... 你怎麼樣去利用... 那個體... 既有體制裡面的一些縫隙... 然後你去創造出一些... 就是... 呃... 更合乎你的... 理想的... 的... 體制來... 然後... 這其實... 就是... 我會覺得這也是... 就是... 同等重要的... 就是... 對現況的一個挑戰... OK...